第2541集 对了 你感觉怎么样 听到上司关切地询问 康德茫然地抬起头 什么怎么样 蛇油 你摄入了不少吧 在烟灰缸里点了点烟灰 丹尼尔盯着康德的眼睛 听说那玩意儿 会让人看到幻想 沾上它的人 最终都沉迷进去了 一开始是精神错乱 最后开始胡言乱语 康德摇了摇头 我还好 也许是第一次吧 那就好 丹尼尔拍了拍他的肩膀 咧嘴一笑 我听说信仰坚定的人 不会受到蛇油的影响 我可不希望我们的计划 才刚刚开始 就出现了简缘 你没事就好 信仰坚定吗 康德虚弱地笑了笑 如果是以前 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点头 然而如今 他却连承认这种事情的自信都没有了 对了 既然牵扯到了军方 还要继续查下去吗 当然要 丹尼尔淡淡地说 我们还没有找到联盟参与其中的证据 康德忍不住问 万一没有呢 丹尼尔将烟头按在了烟灰缸里 碾成了皱巴巴的纸团 就像他那因为烦闷而皱紧的眉头 那就想办法制造 另一边 废土恩赖官网 由于没有大佬们的联络方式 塔兰只能用广洒网的方法挨个私信询问 哪个有空回他 他就和哪个聊 大哥 救命啊 我登不上去了 方长回复道 你怎么了 我好像是吸入了一种置换物质 结果 直接就从服务器里掉出去了 一般来讲 超限度的痛觉会导致服务器断开连接 幻觉应该也算是一种触发条件吧 我记得早期版本的时候 有人因为误食了毒蘑菇而掉线 等到毒性减退之后就好了 方长觉得 大概率还是因为幻觉这种游戏体验并没有做出来 于是干脆用昏迷来替代了 当然 也不排除其实做出来了 只是为了节省算力而删掉了 听完方长的解释 塔兰心中感觉好受了许多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我嘎了 不至于 你有三十多级了 正常来讲 就算是智力系玩家 体质属性也是正常人的三倍以上了 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这种问题实在没什么技术含量 方长回了一句之后 便没再继续发言 听了方长老哥的意见 塔兰躺在床上打算睡一觉 然而已经习惯通过头盔进入梦乡的他 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干脆把头盔扣在了脑袋上 对着那一片漆黑的黑玉干瞪了三四个小时 一丝光亮终于映入了眼帘 塔兰心中一喜 立刻睁开了双眼 果然回到了废土翁赖的世界 你醒了 从床上坐起了塔兰 看向旁边 只见他的搭档康德 正坐在椅子上抽着烟 发生什么事情了 康德的神色有些阴霾 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开口说 除了点意外 我们好不容易搜集到的证据 都被烧掉了 烧掉了 塔兰瞪圆了眼睛 啥情况 我记得也没有起火呀 康德的神色愈发的复杂了 紧闭着嘴唇许久没有说话 塔兰深吸了一口气 捋顺了脑海中的思路 忽然心中一动 开口问道 说起来 你看见了什么 康德倒是没有隐瞒 言简意该地说 胜利 胜利 征服了五百个星系的我们 终于迎来了属于威兰特人的盛事 元帅大人带着我们 建立了真正的乌托邦 康德似乎不太愿意提及那个梦 随便搪塞两句糊弄了过去 不过塔兰还是听懂了个大概 一时间不禁目瞪口呆 好家伙 五百个星系才通关 这群大鼻子也忒难了吧 证据都被烧毁 调查陷入了停滞 不过索性的是证人都还活着 塔兰决定从他们身上打开突破口 根据康德的说法 事后赶到的卫戍队 将在爆炸现场发现的人 全都带去了卡特诺德监狱 并以纵火嫌疑犯的罪名 向他们提出了指控 在引路人丹尼尔的帮助下 塔兰跟着回到了卡特诺德监狱 偷渡的婆罗行省劳工 被关进了十人间 猎狗帮和铁手帮的帮派分子 则是喜提单间 其中经过一处大通铺的时候 一名婆罗行省的劳工 将脸贴在了栅栏上 哀求地看着走廊上 经过的塔兰求情 看着那一张张丑陋的嘴脸 康德的心中 只觉发自内心的厌恶 人都会说谎 他自己也不例外 然而这些家伙 嘴里却连一句真话都没有 就好像天生的骗子 张嘴就是谎话 不是胡搅蛮缠 就是混淆概念 不但骗别人 也骗自己 不过 这只是他自己的看法 站在他旁边的那位 来自联盟的间谍 显然有着和他不同的看法 这家伙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言行举止的细节中 到底露出了多少马脚 诸位不要慌 我相信只要你们配合我们 卫书队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 竟有人回应了自己的祈祷 栅栏背后的众婆罗人 顿时感激涕零了起来 其中一名浓眉大眼的汉子 拍着胸 一副要和黑恶势力 斗争到底的模样 老爷您放心 您问什么我们答什么 绝不敢有半点隐瞒 那是最好 塔兰笑着点了点头 摸出了一张小本本 开口问道 你们都是哪里人呢 波罗行圣哪个州的 众人慌忙地答道 我是蛇州的 我也是 我狼州的 塔兰仔细听了一圈 其中蛇州是最多的 其次便是狼州 然后才是狮州 和狗州 后两个是南方军团的占领区 而蛇州和狼州 则是婆罗国的地盘 谁介绍你们来的 听到这个问题 众人面面相去了一番 最终那个浓眉大眼的汉子 硬着头皮开口 老爷 别的州的兄弟我不知道 但蛇州 那都是杀鲁克大人的主意 每家每户都得出一口壮丁 要么上前线 要么下海赚钱 他让我们去呢 我们就得去呢 我们也没得选呢 是 我们蛇州确实是这样的 那就姑且先当是这样的好了 塔兰在本子上记了两笔 随后又看向了其他人 你们狼州的呢 他简单地问了一圈 根据这些劳工们的回答 其中大半都是地方军阀们派来赚外快的 通常来讲 这些军阀会给他们一笔婆罗币作为安家费 而赚来的蒂纳尔则归军阀 这套操作 塔兰看得有些眼熟 多半是从拉西那抄来的 整个婆罗行省最先搞劳务出口的就是蒙马州 其他州有样学样倒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是不是强迫的 每个人都说是强迫 姑且只能当成一面之词 将所有的疑点都问了个遍 塔兰心中一动 看着他们继续问道 对了 吸入了蛇游之后 你们在梦里都看到了什么 众人愣了一下 罕见地做出了五花八门的回答 我看到了好多好多房子 不落雨的那种 有跑得很快的牛车 我赶着他赚了好多好多钱 我看到了扎伊德先生 他给我带上勋章 说要封我做大将军 我看到了又大又白的女学生 听着这些五花八门的供词 塔兰一时间哭笑不得 但还是提炼成关键词 记在了小本子上 房子 钱 权力 女人 他们似乎看到了很多东西 不过记住的好像翻来覆去就这些 看来每个人吸入了蛇油之后 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 至于成隐性 那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他们谈起那场美梦时的贪婪 便不难看出 他们无比的渴望再来一口 好回到那个光怪陆离的温柔香中 塔兰现在可以确定 阿光其实是把幻境做出来了的 但也许是为了防止幻境过于逼真 导致产生和蛇油类似的效果 于是没有进行实装 当然 这只是身为一名普通玩家的 他做出的不成熟的推测 或许阿光只是单纯的偷懒了也说不定 看向不知道在抽第几根烟的康德 塔兰晃了晃手中的小本本 证刺中提到了婆罗行省的军阀 这足以证明联盟参与其中了吗 太牵强了点 康德谈了谈烟灰 严谨意该地说道 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 他总不能明说那种东西其实根本无所谓 老子在等你露出马脚 而且他现在也有些怀疑 自己所做的到底是否是正确的 而如果不是的话 曾经的他又到底是为了什么才踏上战场 好想再见一面元帅大人 他忽然发现 比起向那位大人许愿 他更想和他聊聊心中的困惑 看着寡言少语的康德 塔兰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这帮大鼻子真难伺候 反正是泼脏水又不是真办案 弄点捕风捉影的线索 稍微加工一下不就够了吗 那就只能继续查下去了 我有种预感 我们离那条大鱼已经越来越近了 嗯 继续查下去吧 康德不耐烦地挥了挥 夹着烟头的食指 结束了这个话题 俩人沿着走廊继续前进 在狱长的陪同下来到了牢房的深处 见到了被单独关押的莫尔斯 这个浑身上下散发着阴冷气息的男人 就这么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坐在墙角 当看到出现在门口的塔兰和康德 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如他预料中的一样 他的能力得到了启蒙会的赏识 不枉他先前那番舍生忘死的卖命了 我通过你们的考验了吗 咧嘴笑着 莫尔斯明知顾问地问了一句 康德心中冷笑了一声 嘲笑着这只什么也不懂的小蚂蚁 然而他很快又想到 自己何尝不是另一座囚龙中的蚂蚁 而那些真正的大人物 看自己的眼神又何尝不与此刻的自己一样 于是那心中的冷笑又不禁有些绷不住了 塔兰倒是入戏得很 已经完全带入了启蒙会门徒的角色 看着脸上隐隐期待的莫尔斯 莫尔斯微笑着点了点头 恭喜你 莫尔斯先生 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从现在开始 你正是加入了我们 以门徒的身份 将莫尔斯吸纳进启蒙会这件事情 他已经求证过了引路人丹尼尔的意见 后者虽然有些为难 但在他的劝说下 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 莫尔斯松了一口气 刚走进这座监狱的时候 他的心中还是有些忐忑 然而现在所有的忐忑都荡然无存了 门徒意味着什么他不清楚 但他清楚 现在自己已经是有靠山的人了 对了 我的那些小弟 塔兰看向了康德 后者轻轻咳嗽了一声 用公事公办的语气说道 卫数队会撤销对他们的起诉和指控 本来也只是一间废弃的厂房 死的只是几个通缉犯 你们并没有对这座居居地造成任何损失 莫尔斯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从卡特诺德监狱全身而退 而且还是带着自己的小弟们一起 毫无疑问 从明天开始 他的名字便将成为整个黑水巷的传奇 谢谢 不客气 我们还需要你干活 由于一场大火 我们找到的证据不幸泡汤 不过幸运的是 人正都在监狱里 我们打算直接去找那个汤泥 结束这场哑谜 莫尔斯活动了一下脖子 发出骨节摩擦的咯吱声响 笑容渐渐地残忍 正合我意 老子早就想会会他了 很欣赏这家伙身上的狠劲 塔兰赞赏地点了点头 很好 对了 顺便问一下 你刚才昏迷的时候 梦到了什么 梦到了什么 莫尔斯微微一愣 浑浊的瞳孔中浮起了一丝茫然 见他没有说话 塔兰笑着提示他 通常来讲 我们会看到最想看到的东西 比如我和康德先生看到的 一个属于血统高贵之人的盛世 他本来想说是属于威兰特人的盛世 但又想到自己一个异族人 说这句话好像有些奇怪 于是便很机智地 画了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矿 总归没有威兰特人会否认 自己的血统不够高贵 而他也不需要额外解释什么 康德果然没有否认 而听到塔兰的提示 莫尔斯那双浑浊的瞳孔 也终于恢复了那浑浊不堪的清明 他的喉结动了动 从脸上挤出了一丝异样的笑容 当然是成为了黑水象的传奇 老子做梦都想骑在所有人的头上 康德呵呵地冷笑了一声 哼 真是好懂的家伙 这没什么不好的 简单的人更容易满足 而且成为黑水象的传奇 可比征服五百颗星球简单多了 塔兰笑着将手放在了搭档的肩膀上 接着看向莫尔斯说道 听着 只要你听话 我们会让你美梦成真的 说着的同时 他将一串钥匙丢到了莫尔斯的手上 现在去把你的同伴放出来吧 记得别放错人了 莫尔斯恭敬地微微汗手 遵命 永夜港的总督府 总督亚辉和往常一样 正批阅着文件 而就在这时 门口忽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听到那敲门的声音 亚辉的心中便不禁微微一沉 就在两个小时前 他才嘱咐过自己的秘书 替自己推掉今天工作时间之内 一切没有提前预约的会面请求 然而这敲门声依旧响了起来 如此看来 这敲门声八成是他和他的秘书都拒绝不了的 请进 几乎就在这声请进出口的瞬间 门口的那人便推门走了进来 好久不见 彼得先生 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虽然他眼前这位叫彼得的男人 军衔只是个千夫长 但身为万夫长的他却一点也不敢怠慢 原因无他 此人乃是南方军团婆罗行省战区 总务部长官狄更斯万夫长的秘书 这职位不可谓不大了 虽然亚辉自己也是万夫长 而且是二姓万夫长 但在军团这种强调军功的体系里 行政系统中的长官的级别 天然比军队系统中的军官低一级 而军队内部又另有划分 战区总务虽然算不上作战编制 但毕竟也是军队系统里的 而且还是前线战区 级别比起他这个殖民地总督要强太多了 关键是永夜港恰好还在前线战区的补给线上 身为殖民地总督的他 有义务配合对方完成筹措补给的一切需要 哪怕双方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 他也得放低自己的姿态 毕竟到时候要是一顶妨碍前线后勤的帽子扣上来 他的仕途不说到此为止 也会有这不小的麻烦 也正是因此 他心中才会如此的头疼 看着笑容和煦的亚辉 彼得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接着若有所指地说道 听说最近永夜港好像不太安宁 亚辉心中暗叹 果然来者不善 但还是故作糊涂地问道 这您指的是哪方面呢 并没有绕圈子的打算 彼得直截了当地说道 中午那场爆炸案 我听说好像炸了一间工厂 亚辉做出恍然的表情 笑着说 哦 确有此事 我听说是发生了帮派火拼 不过那只是一间废弃的工厂 并没有造成无关人员的伤亡 虽然死了几个帮派分子和偷渡客 但那种玩意儿根本就不算是人 在永夜港 只有威兰特人的事情才是大事情 其他都是小事 彼得显然也默认了这种说法 不过对于亚辉的回答却并不是很满意 他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似笑非笑地问道 旁派火拼 可为什么我听说 卫书队的情报科也参与了进去 便到审视的视线盯着 亚辉只感觉头皮隐隐发麻 心中把卫书队总长官威洛比 那个蠢货咒骂了一遍又一遍 这其中确实有一些隐情 不过 他的话还没说完 站在他面前的彼得 便抬手打住了他的话头 总督先生 我只是来传达 迪庚斯万夫长的意见 他觉得你们稍微有点不务正业了 另外 本该送往前线的防空炮 却出现在了永夜港的贫民窟里 我们不得不怀疑这背后 存在某种利益输送 听完这番话 亚辉忍不住在心中唾骂了一句无耻 到底是谁在背后搞利益输送啊 这年头倒是贼先喊起了捉贼 看着四笑非笑的彼得 他沉着声音说道 我会通知卫书队 彼得轻轻点了点头 不必了 我在来这里之前 已经和威洛比万夫长沟通过了 留下了这句话 他便转身走向了门口 这傲慢的举措令 压回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恼火 但想到自己没必要 和一个千夫长一般见识 他最终还是把这团火器 给压了下去 一个秘书不可能自作主张 干这么多的事情 除非是他背后的主人授意 这是来自总务部的敲打 而且搞不好还是来自狄更斯部长本人 狗障人事的家伙 目送着那道背影消失在门外 压回低声咒骂了一句 抓起桌上的电话 却又不知打给谁 所以狠狠地摔了回去 就在这时 他的秘书战战兢兢地 从门外走了进来 总督先生 我想拦住他来着 但 这事不怪你 没你的事 压回心情烦闷地挥了挥十指 胡乱地扔下一句打发人的话 那秘书犹豫了一会儿 接着小声地开口 威洛比问副长想见你 让他滚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压回不耐烦地 打断了他的叙叙叨叨 信仰和面包总得选一个 而需要做出选择的 不只是某个在海关工作的 岌岌无名的小人物 同样也包括那些大人物 只不过后者能看到的信息 通常远比前者能接触到的多得多 也正是因此 往往在前者还在纠结的时候 后者已经早早做出了选择 整个一下午 风平浪静的永夜港都处在那宁静祥和的动荡中 那座不起眼的废弃工厂就像一只塞满了的火药桶 里面装着所有唯唯诺诺的梦 无论是已经失去信仰的威兰特人 还是仍旧心怀信念的威兰特人 卡特洛德监狱的门口 黄昏时分 正准备坐上停在门口叫车的康德 忽然接到了丹尼尔打来的电话 手停在了刚刚拉开的握把上 和跟在身后的塔兰说了一声 稍等 他借故走到一旁 也就在这时 那透过耳机传来的声音 令他心中微微一沉 数小时前才嘱咐他继续执行计划的上司 忽然改变了口径 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行动取消了 侯杰动了动 他艰难地从嗓子里挤出一句多余的疑问 为什么 威鲁比万夫长的电话打到了情报科 取消了呼风计划 显而易见 我们的检方 装上了一面圆 比我们更坚硬的强 丹尼尔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 也有一丝淡淡的自嘲 康德知道他想说 而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什么 他们盯上的猎物明明都已经咬勾了 现在却说要放弃 实在不愿就这样放弃 他忍不住问道 那你和科长解释过了吗 丹尼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解释了 但没什么用 听说是来自战区总务部的压力 整个计划是威鲁比万夫长亲自部署的 能解释的他应该都解释过了 我们就算向上报告 也是多此一举 总务部 康德一时间屏住了呼吸 过了好半天才缓缓开口 那我们的胡锋呢 丹尼尔沉默了一会儿 情报科科长和威鲁比万夫长聊过这个问题 他们重新阅读了凯旋城提供的文件 并得出了新的结论 也许火炬计划 其实并没有完成 这个计划从一开始 就是一项烂尾工程 似乎是为了说服自己 他又在后面接着说的 这其实也是说得通的 毕竟无论是凯旋城 还是东方军团 都没有对计划中提到的武器 给予足够的重视 指望接获这项不存在的秘密武器 或许从一开始 就是我们的自作多情 或者说 是威鲁比长官的自作多情 类似的事情 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甚至发生过不止一次 只是由于幸存者偏差的缘故 只有成功的计划会被人们记住 而事实上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破产的情况 才是绝大多数 越是准备周密流程复杂的计划 越是如此 第2544集 丹尼尔伸手捏了捏自己的眉心 在电话中继续说道 这一壶风 我在车里放了炸弹 你在我打了的号码后面 加个零再播出去就能启动 你自己看着办吧 那家伙大概不是联盟的间谍 就是个普通的避难所居民 如果说一开始 丹尼尔只是隐隐约约地怀疑 经过了这么多人试探之后 他几乎已经可以确信这一点 也只有这种解释能够说明 为何他一点破绽都没露出来了 不过 这家伙已经参与到了这么多行动中 他们总不能把他客客气气地请出境 一旦那家伙回过神来 他们会成为所有人口中的笑柄 哪怕是为了南方军团的脸面 他们也得把他留在这 康德沉默了一会儿 低声说道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之后 他站在原地等了好久 才回到了那辆轿车的旁边 那个联盟的间谍已经坐在车里了 其实已经不能说那家伙是间谍了 只能说是个脑袋不太正常的家伙 幸存者日报的谎言再多 也不能证明凯旋报 或者南方军团胜利报 就是不会说谎的小白兔 用一个人的谎言去论证另一个人的坦诚 这本身就是一种低能 起初他以为 这不过是间谍随口编出来的别角理由 但现在看来 这家伙搞不好真是这么想的 康德不知如何形容心中的感受 但为了这种愚蠢的理由而远渡重阳 并搭上自己的性命 简直是太蠢了 就比如现在 他只需要拨出一个号码 坐在车里的那家伙便会化作一具躯黑的尸体 之后不管是甩锅给启蒙会 还是帮派分子 亦或者不做任何解释 这事都算是告一段落了 可是 就这样结束真的好吗 一个可怕的念头忽然出现在了康德的脑海中 其实握着遥控器的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一种称不上是皆大欢喜 但对他而言却能算得上是大快人心的选择 那便是让这颗注定要爆炸的炸弹炸得更猛烈一些 让他在麻烦的正中心轰的一声变成烟花 用倒计时的最后一秒发挥出他该有的价值 而不是像所有人期望中的那样 悄无声息地淹没在隐秘的角落 注视着那辆轿车的康德 猛然间想起了那场光怪陆离的梦 世遇中的画面仿佛发生了撕裂 接着又如幻灯片一般闪烁 并渐渐地与他征服的第五百个世界重合 不过 这些都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 我是威兰特人的英雄 他嘴里轻声念叨着 那浑浊的瞳孔越来越坚定 就仿佛坚定了自己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就如一名真正的重度成瘾者 一个沉溺在幻觉中无可救药的家伙 他默念了一声自己的名字 没有拨出那个结束一切的号码 而是打开了信号屏蔽器 走上前去拉开了轿车的车门 坐在了驾驶位上 面包和信仰总得选一个 而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看着终于重新振作起来的康德 塔兰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你准备好了吗 伙计 瞥了一眼后视镜中的那张脸 康德的嘴角翘起了一抹罕见的笑容 这个疯子倒是一如既往啊 不过此刻的自己又何尝不适呢 在那闪烁的幻视中 狭窄的公路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红地毯 而此刻挂满勋章的自己 正行走在那条朝圣之路上 而他正在做的 正是他渴望去做的事情 我是第三十万人队的老兵 我从入伍的那一刻起 我就准备好了将我的生命 献给元帅 这话应该我问你 你准备好了吗 那种事情还用问吗 塔兰文言一愣 随即放肆地笑出了声来 爽快地说道 走吧 别目目唧唧的了 很好 康德给自己点了一根烟 熟练地发动了汽车的引擎 塔兰兴冲冲地说道 我们现在去找那个汤尼 康德咧嘴一笑 又不屑地撇了撇嘴角 那种小虾米不值一提 而且那是莫尔斯的活儿 黑水巷的麻烦由黑水巷自己解决 今天晚上是最好的时机 不会有人打扰他们 同样的 威兰特人的麻烦 理应由威兰特人自己来解决 趁着现在还剩下点时间 我带你去干一票大的 说完 他忽然想起来什么事的 又在后面补充了一句 啊 对了 这是启蒙会的命令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我们要挖出那条趴在我们背上 吸血的蛀虫 塔兰确实没有多问的兴趣 只是轻轻挑了一下眉毛 干一票大的 多大 威洛比万副长 永夜港卫戍队的总长官 可靠情报显示 他就是藏在我们队伍里的叛徒 再不寄也能帮我们找到那家伙 咬着烟头的康德眯了眯眼睛 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来 现在是下午五点半 再过十五分钟 就是他下班的时间 一会儿我把车停在他单位的门口 你负责请他上车 随着监视的信号消失 丹尼尔没有再管那只散落在外的狐风 康德会替他安排好一切 然后带着最后的档案归队 至于自己 眼下要做的便是打扫战场 为这场潦草结束的行动收尾 另一边 蹲在元帅军火库附近 不远处的校将打着哈欠 这次他没好意思走神 钉烧的活是一刻也没有松懈 然而就在这时 他忽然注意到被他监视的启蒙会据点中 走出来黑压压的一大群人 那些人约莫有三十来个 无步行色匆匆 手中拎着大包小包的文件 短短数分钟的时间 那旅馆的门口便挂上了歇叶的牌子 这离谱的一幕令他不由自主地瞪大了双眼 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有丝毫犹豫 他立刻下线 将线上的情况告诉了 正在养精蓄锐的队友 而与此同时 卡特诺德监狱的门口 就在康德发动汽车远去之后不久 莫尔斯在一群小弟们的簇拥下恢复了自由 那一双双崇拜的眼神 李莫尔斯不禁心中迷醉 仿佛真的成为了永夜港地下世界的皇帝 能够从臭名昭著的卡特诺德监狱中 平安无事地出来 在黑水巷的异族人眼中 本身便是一件了不起的传奇了 上一个传奇是汤尼 而现在它是莫尔斯的收藏品 一名身形魁梧的汉子 走到了莫尔斯和约克的面前 恭敬地低下头颅 恭喜你 头儿 不管身后的监狱看守 莫尔斯咧嘴笑了笑 拍了拍自己小弟的后脑勺 随后将他的脑袋拉近了一些 凑到他耳边说道 让兄弟们准备一下 我们有一笔账 要和铁手棒的家伙算算 是 那壮汉神色一速 恭敬点头 随后转身面向的那群喽啰们呼吓起来 众喽啰们神色亢奋 士气高昂 就像是一条条准备出征的真正的猎狗一样 天空中乌云密布 遮住了天边的昏黄 一场来势汹汹的暴雨 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 如果威兰特人还有面包和信仰可以挑选 那么住在黑水巷中的烂人们 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黑水巷不是一条小巷 而是永夜港所有 既没有门牌号 也没有排水系统的街道的统称 它并不是规划出来的城区 而是永夜港的排污口下 自然诞生的腐朽 生活在这的人 要么被那臭不可闻的东西同化 要么就只能拼了命地长出翅膀 哪怕他们就算长出了翅膀 也不过是苍蝇 但总好过和其他的垃圾们一起腐烂掉 就站在那卡特诺德监狱的门前 莫尔斯对着自己的小弟们 完成了开战前的动员 叫嚣的嗓音和横飞的唾沫 让穷凶极恶的他 看起来就像一条真正的恶犬 然而此时此刻的他 他并不知道 他效忠的那个启蒙会 因为某个大人物的一句话 已经消失得连一根头发都不剩下 而他赌上自己和一群街坊们的性命 赚来的门徒身份 也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如果那辆轿车在监狱的门前爆炸 他说不定会幡然地醒悟过来 然后瑟瑟发抖地夹起尾巴 等待风声过去 然而命运却偏偏和他开了个玩笑 那只将他推上如今未知的手 却是掀他一步疯掉了 他们的目标是黑水巷最大的萧金窟 最后一局 那里是整个永夜港最大的赌窟 同时也是铁手帮的大本营 想都不用想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汤尼肯定在那里愁地拔自己的头发 一根一根地拔太麻烦了 他可以破例不收费帮着家伙一把 完成了战争的动员 聚在卡特诺德监狱门口的小弟们一哄而散了 严阵以待地站在监狱门口的看守们都松了口气 压下了手中的棍棒 黑水巷的蟑螂们赶在卡特诺德监狱的门口闹事 他们还是头一回见到这般阵仗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众人窃窃思语着互相交头接耳 只有捧着脸的御长没做任何的言语 他倒是知道是谁给了这帮家伙 不把卡特诺德监狱放在眼里的勇气 也正是因为知道 他才仅仅只是带人站在门口 而不是呼叫卫戍队的支援或者带人冲上去 毕竟谁又能保证 这群乱蹦乱跳的蟑螂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呢 既然卫戍队的大人物说用得上他们 那就当是这样好了 至少在接到新的通知之前 他没理由擅作主张地抓人 围在身旁的小弟们陆续离开 风光完了的莫尔斯也准备回家拿家伙去了 而就在这时 他忽然从那排监狱看守中间 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眼中闪过了一丝惊喜 他笑着走上前去拍了一把那家伙的肩膀 兄弟 现在我也是门徒了 看着这头盯上自己的恶犬 安德鲁的大脑一瞬间当机 脸色变得苍白 甚至都忘了自己是高人一等的威兰特人 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卫戍队换养的鹰犬为什么会认得自己 莫尔斯并没有在这多坐停留 打了声招呼便潇洒地离开了 只剩下呆若目击的安德鲁愣在原地 被一双双视线包围着 监狱长皱起了眉头 和其他看守们一样 他将审视的目光 投向了卡特诺德监狱 功龄最长的老员工 你认识那个家伙 安德鲁惶恐地摇了摇头 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不不认识 监狱长皱了皱眉头 但并没有说什么 毕竟这家伙总是这副 唯唯诺诺地摔样 不过与他不同的是 穿着看守制服的其他人 却窃窃私语起来 门徒 什么是门徒 另一边 心情大好的莫尔斯 已经回到了猎狗帮的据点 将中午的战斗中 没来得及派上用场的撕裂 轻机枪端在了手上 他发誓 他会用这玩意儿 给那个扬言要参加他葬礼的家伙 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一想到那张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 他心中便克制不住地兴奋 恨不得朝这屋顶先来挤梭子试试手感 也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到眉心一阵抽动 接着 一股电流般的刺痛感爬向了他的左眼 令他的视欲一阵恍惚 丢下了手中的机枪 莫尔斯吃痛地低吟了一声 手按在了眼睛上 约克见状连忙走上去问 老大 你怎么了 晃了晃昏昏沉沉的脑袋 莫尔斯皱着眉头说道 没什么 约克仍然有些担心地看着他 但又不敢多说废话 就在这时 莫尔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看向约克问道 对了 约克 下午的时候 你在那场梦里看到了什么 约克愣了一下 那张堆满横肉的丑脸 忽然腼腆起来 这个胸前印着刀疤的光头 挠了挠后脑勺 不好意思地憨笑了一声 说出来不怕您笑话 我 我梦到了我的老母亲 莫尔斯一时哑然 愣了半嗓 忽然扑地笑出了声来 你他娘的真是个人才 看着嘲笑自己的头 约克一脸无奈 停顿了半嗓 他忽然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黑黑笑着说道 对了 以后咱接手了汤尼的买卖 能搞点那玩意儿吗 那个启蒙会的大哥 只警告他们别做威兰特人的买卖 可没说过不许他们做这桩买卖 蛇油这个名字起得太随便了 如果改成梦想或者极光 他们恐怕能赚得比汤尼更多 能不能有点出息 妈的 莫尔斯恨铁不成钢地拍了他的脑袋一把 有了钱 什么东西没有 用得着那玩意儿 挨了一巴掌的约克一脸无辜的表情 他知道老大为什么教训自己 他是亲眼见过那帮废人最后的下场的 甚至他自己就拧断了不少只脖子 可问题是 这他们也不是光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啊 他其实倒没想那么多 黑水巷的魂球们并不是总有肉吃 尤其是在他还是个小魂球的时候 他的妈妈用晚上赚来的钱 给他炖了一锅牛尾汤 那香味馋得他直流口水 也冒星光 站在厨房门口的他和妈妈聊了好久 说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包括现在 包括未来 而自从把他埋了之后 他还是头一回这么放松过 眼看着那锅菜就要熟了 他做到一半的梦却醒了 要是能再来一秒钟就好了 就一秒 哎 头 说起来你看到了什么 约克忽然好奇了起来 他总觉得 头比自己有出息的多 应该会梦到更有意思的东西 然而 将机枪上膛的莫尔斯 却有些不耐烦 只是敷衍地回了一句 和你没关系 西洋在天际线上缩成了一个点 带着黄昏的余晖沉入了海面 终于等到了下班的时间 威洛比万副长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真是糟糕的一天哪 中午的那场爆炸之后 他先是接到了婆罗行省战区 总务部部长秘书的电话 又是在总督府那边吃了闭门羹 亚辉那个老狐狸 先前答应得明明白白 现在又翻脸不认 一句自己看着办 就把擦屁股的活全都丢给了他去做 也幸好他是个万副长 还有办法把这锅继续往下甩 推开椅子离开了办公桌 威洛比哼着不着调的小曲儿 离开了卫戍队的大楼 一路上时不时有人和他打招呼 而他也都笑着点头回应 他很享受这种被人尊敬的感觉 尤其是当他的威严 在其他地方受了委屈的时候 那一张张讨好的笑容 总能让他感到心情稍稍的舒缓 可惜了 他的胡锋计划明明是个天才般的计划 而且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但谁料到下面的人自作主张 在不该查的案子上查到了不该查的人 甚至惊动了总务部 如今也只能说是时运不济了 就在他感慨着诸事不顺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轿车稳稳地停在了他的面前 这是卫戍队的车 威洛比微微一愣 不记得自己有安排司机来接自己 也就在这时 后座的车门忽然打开 一张令他意想不到的脸出现在了车门后面 那张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 就好像注视着掉进陷阱里的猎物 而那藏在阴影处的枪口 更是令他的心跳和呼吸情不自禁地凝固 威洛比先生 请您表现得稍微自然一点 说着话的同时 塔兰一边用枪指着他 一边轻轻拍了拍自己旁边的座位 然后乖乖地坐在我旁边 总算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威洛比的脸渐渐失去了血色 不敢去堵那枪里有没有子弹 他伸出颤抖的手扶住车门 颤颤巍巍地坐在了那只狐蜂的旁边 也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了坐在驾驶位上的那个人 或者说那张隐约熟悉的脸 威洛比的眼睛一瞬间瞪大 瞳孔中写上了明显的难以置信 他见过这家伙 这家伙是卫数队的人 只是他想不起来这家伙叫什么名字 毕竟每天和他打招呼的人太多了 你 你是 康德 不必费力去想我的名字 你不会记得的 瞥了一眼车内静 康德随口回了一句 那莫不关心的表情就像一点都不在乎 然而威洛比却惊喜地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你是卫数队情报科的 没错 我还是启蒙会的门徒 启蒙会 威洛比的脑袋蒙了一下 错愕地看着他 好半天才从嘴里挤出了一句话 你 你疯了吧 然而康德并不想和他解释 只是自顾地发动了汽车 威洛比惊恐地瞪大着眼睛 抓着门把手想要逃走 却发现车门已经落了锁 塔兰自然不可能让他逃走 取出提前准备好的湿毛巾扑了上去 死死地按住了他的口鼻 没过多久 被他押住的威洛比没了动静 只剩下了均匀平稳的呼吸 确认这家伙还活着 塔兰将沾了墨绿色晶体的毛巾 放进了塑料袋中封号 接着看向了已经发动汽车的康德 接下来呢 去广播站 康德淡定地点上了一根烟 我有些话要问他 另一边 卫数队情报科 经过半小时的忙碌 丹尼尔总算清理完了启蒙会的伪装据典 带着所有执行收尾工作的工作人员 以及回收的资料归队 胡锋计划就此告一段落 接下来要决定的是 被扣押在卡特诺德监狱中的 30名联盟旅客的去留问题 丹尼尔带着赶工完成的文件 打算去找威洛比万副长汇报此事 毕竟整个胡锋都是他一手操盘 情报科的科长也只是个执行者 然而当他到了门口却发现 办公室的门紧紧地关着 就在这时 威洛比万副长的秘书正巧从走廊上路过 丹尼尔乔建连忙拦住他问道 诶 威洛比万副长呢 那秘书指了指自己的手表 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现在都几点了 威洛比万副长早下班了 你有事明天再来吧 听门长官已经下班 丹尼尔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 但还是点了下头 唉 行吧 他本以为威洛比万副长会等自己一会儿 没想到 那位大人更急着下班回家 看来倒是自己想多了 告别了威洛比万副长的秘书 丹尼尔看了一眼手表 决定把资料先带回情报科的办公室放着 然而就在这时 他却看见自己的助手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不好了 出事了 看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助手和那张苍白的脸 丹尼尔皱起了眉头 不敢浪费时间 他立刻问道 什么情况 喘着粗气的助手咽了一口唾沫 一副见了鬼的模样说 消失的信号 重新出现了 消失的信号 丹尼尔愣了一下 起初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 直到视线落在手中的那份文件上 才猛然间反应过来 说的是那辆安了炸弹的汽车 他的心中猛的一声咯噔 一把推开了挡在面前的助手 冲向了情报科的方向 汽车没有爆炸 有人屏蔽了信号 可是 为什么呢 他的大脑中塞满了无数想不通的困惑 而每一种可能性都指向着最坏的结果 当他赶到情报科办公室的时候 只见所有人都在诧异地议论着 来不及多做考虑 他一把拉住了距离最近的一名工作人员 火急火燎地问道 康德呢 康德那家伙在哪里 那工作人员一脸紧张的表情 慌慌张张地摇着脑袋 我不知道啊 他一直没出现 最后一次联系 是在卡特诺德监狱附近 废话 那电话就是老子打的 老子能不知道他去过卡特诺德监狱 丹尼尔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领 唾沫星子横飞地骂道 给我去找人 立刻 我要知道他现在在哪 为什么没有引爆炸弹 是 是 听着这抢人所难的要求 那工作人员几乎是哭丧着脸回答 丹尼尔匆匆放过了他 接着又迅速走到了一台终端机的旁边 按住了 正要从终端机前起身的工作人员的肩膀 那辆车现在正在哪里 坐在终端机前的工作人员咽了一口唾沫 紧张地回答 我们刚刚定位到他的信号 他正在穿过第十四号路 目的地应该在永夜港的西北边 由于没有卫星 他们只能用平面定位信号的方法来确定目标的位置 即 先测算出信号源的方位和相对距离 然后再根据信号接收处的位置 来确定信号发射源在地图上的位置 这种定位方式存在较大的误差 而且根据路况的复杂程度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戴尼尔的大脑运转得飞快 嘴里不断地念叨着 永夜港的西北边 西北边 那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坐在旁边的一名工作人员用不确定的口吻说道 难道是广播站 广播站 戴尼尔愣了一下 瞳孔猛然收缩 一个可怕的念头忽然出现在脑海里 如果是广播站的话 他大概猜到那家伙要干什么了 可是为什么呢 见计划组的组长没有说话 那工作人员咽了一口唾沫 紧张地继续说道 定位器的信号能收到 炸弹应该还没有被拆除 而且他们怎么可能一边开车一边拆炸弹 如果现在拨通那个号码 我们可以将目标炸掉 要干嘛 戴尼尔没有说话 计划已经失控 他现在甚至不知道坐在那辆车里的人到底是谁 就算号码拨过去了 也未必能让这辆失控的火车停下 也就在他愣神的这会儿功夫 情报科的科长忽然从门外闯了进来 那个速来沉稳的男人 此刻脸上却是写满了惊慌 他大步流星地走上前来 一把抓住了丹尼尔的肩膀 你见到威洛比万夫长了吗 看着那双爬满血丝的眼睛 丹尼尔一时被吓住了 下意识地晃了晃脑袋 没有 我去找过他 但他的秘书告诉我 他已经下班了 不等他把话说完 眼中爬满血丝的科长 便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 有人说在卫书队大楼的门口 看到他坐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车牌号正是我们爆损的那辆 你他妈到底在干什么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 丹尼尔只感觉 脑中就像是引爆了一枚百公斤的航弹 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那个蠢货不但没有将胡锋灭口 还把他们所有人的长官给劫持了 伙同联盟的间谍挟持一名万夫长 而且还是在战时 这和造反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脸白得像厕所里的抽纸 丹尼尔只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 身子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上 看着发飙的科长 他从颤抖的嘴唇里挤出来一句话 他们正前往 城区西北处的广播站 我们现在赶过去 说不定能拦住他 情报科的科长猛地推散了他一把 将他轰去了办公室的门口 那你他妈的孩子等什么 还不给老子快去 我们的长官要是掉了一根头发 老子谁子毙了你 丹尼尔一脸惊恐地跑出了门外 他毫不怀疑自己的科长没有开玩笑 如果威洛比万夫长真要是有什么闪失 那家伙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毙了他 没做任何停留 他带上十来个情报科的干员 二话不说 杀向了永夜港的西北部城区 一路上他都在祈祷着 希望康德那个蠢货不要做傻事 与此同时 他不断地用通讯器拨出联络的号码 试图与康德取得联系 然而后者似乎料到了他会这么做 很干脆地关闭了通讯设备 一点也没有和他沟通或者悬崖勒马的打算 妈的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丹尼尔狠狠锤了一圈车门 瞳孔中燃烧着又惊又惧的怒火 也就在同一时间 那辆载着威洛比万夫长的黑色轿车 已经杀到了广播站的门口 此刻天色已经暗下来 广播站的工作人员基本都已经下班 看着停在门口的轿车 知情的保安走上前去 例行公事地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康德熟练地从怀中取出了证件 在他的面前晃了两下 卫戍队办案 把门打开 那保安一听是卫戍队的 没有半点心仪 连忙跑着回了值班亭 打开了横在路中间的栏杆 康德一脚油门将车开了进去 没去旁边的车库 而是静直开到了正前方 那栋四四方方的五层楼建筑楼下 关掉发动机的他拉起手杀 同时抓起了 搁在副驾驶座椅下的 庇佑杠九冲锋枪 回头看了一眼 坐在后座的塔兰 你背着他 跟在我后面 终于等到了最刺激的环节 塔兰激动地回了他 一个靠谱的眼神 收到 可惜 这次行动太仓促了 若是再给他个两三天的时间准备 让他把监狱里的三十个弟兄 动员一下 再把跑到聚居地外面的两个心腹招回来 指不定能整一波更大的烟花 康德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和他废话 直接一脚迈出了车门 随后便扬起枪管 朝着天空突突突了一梭子 突然响起了枪声 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 纷纷没命似的向外跑去 站在值班厅里的保安已经傻了眼 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拿着冲锋枪的男人 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打算做什么 也就在这时 丹尼尔带着他的手下 终于赶到了现场 看着被从轿车里拖出来的威洛比万夫长 他的眼睛一瞬间就红了 朝着手持冲锋枪的康德吼道 一边下令的同时 丹尼尔一边向身旁的队友使了个眼神 分出一队人绕向了广播站的后面 防止康德利用这种建筑 甩掉追兵逃跑 然而他并不知道 眼前这位忠诚的部下 压根就没打算逃跑 这里就是他为自己挑选的战场 同时也是最后的战场 也正是因此 面对上次狂怒的咆哮 康德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就仿佛没有听见一样 倒是背着威洛比的塔兰 背着愤怒的咆哮 整得一脸懵逼 什么情况啊 他以为这是启蒙会的计划 然而引路人丹尼尔的反应 却告诉他显然不是如此 尤其令他懵逼的是 他甚至分不出来 这到底是南方军团的内讧 还是启蒙会的内讧了 此时此刻的他 就像skip了一大段剧情 临到了要开打的时候 却分不清哪边是敌 哪边是友 到我这边来 看着像自己招手的康德 塔兰最终还是决定 先跟上去再说 他不知道这个NPC打算做什么 但他答应过这家伙 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而就在他前脚踏进大楼内的一瞬间 他们先前乘坐的那辆轿车忽然轰的一声 在爆炸中化成了一团燃烧的火球 那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塔兰蒙逼的脸 直到此时他才隐约的察觉到了些什么 自己的身份恐怕早就暴露了 康德的下一句话印证了他的猜想 只不过他并不明白 这个威兰特人为何站在了自己这一边 他们在车上安装了炸弹 按照计划 你已经死在了卡特诺德监狱的门口 我们会释放你的同胞 但不会承认你的存在 包括整个湖峰计划 塔兰咽了一口唾沫 湖峰计划 康德点了点头 简单地说明了整个计划的内容 向他们坦白了一切 简而言之 卫戍队并不知道启蒙会的存在 只是通过上级情报部门了解到 大荒漠中存在着这么一个 由避难所居民组成的组织 而这个组织疑似掌握着一件 未完成的超级武器 于是他们尊敬的卫戍队长官 灵机一动 在元帅的军火库 伪造了一座启蒙会的据点 并试图利用这座检房 从他的嘴里套取更多 关于启蒙会 以及那件超级武器的信息 事情的发展其实很顺利 然而不幸的是 他们查到了不该查的线索 某个远在永夜港之外的 大人物出手 掐灭了他们所有的线索 听完了康德的陈述 塔兰的脸上露出一丝 哭笑不得的表情 搞了半天 你们关于启蒙会的情报 还是从我这儿弄到的 康德言简意该地说道 一部分是吧 也有一部分 来自亚文特城和凯旋城的档案库 塔兰沉默了一会儿 叹了一口气说 哼 老子算是白忙活了 康德轻轻抬了一下眉毛 你真是联盟的间谍 间谍 老子可是沙漠兵团的兵团长 塔兰咧嘴一笑 当然 你也可以当我是吹牛的 反正我不会承认 康德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脸上明显写着不相信的表情 这家伙要是能当兵团长 那自己高低得是个万夫长了 不过 他并没有拆这家伙的台 只是平静地看了一眼窗外 越聚越多的车辆以及卫兵 接着平静地说道 很抱歉把你卷了进来 虽然我也想过放你走 但我需要队友 塔兰咧嘴一笑 道歉做什么 这么有意思的事情 一辈子都未必能碰得上一回 何况你都当我是队友了 那泰然自若的眼神 就仿佛将生死置之度外 康德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忽然笑了笑 我总是听人说 联盟的避难所居民都是一群怪人 现在我算是信了 也不全部是吧 不过你运气不好 碰上我这种不靠谱的 腾出手拿了拿后脑勺 塔兰掂量了一下背在后面的家伙 那现在呢 你打算把这家伙揍一顿出口恶气 还是用他当人质换条去联盟的船 都不是 康德摇了摇头 语速平缓地继续说道 我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告诉你了 威兰特人听过的谎言已经够多了 现在的他们需要听一些真相 同一时间 广播站的外面 越来越多的卫数队卫兵完成了集结 丹尼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情报科的科长也是一样 也包括其他科的科长们 占领广播站的只有两个人 然而他们手上的人质偏偏是威洛比万夫长 谁都承担不起误伤人质的责任 但就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也就在这时 广播站主楼楼顶的喇叭忽然突兀地响起了声响 那刺耳的调频声令在场所有人都情不自禁的含毛竖起 尤其是握着枪站在第一线的丹尼尔 片刻的功夫 康德的声音从广播中传了出来 外面的人听好了 你们的长官威洛比万夫长现在正在我的手上 如果不想让他遭遇不测 你们最好站在原地别动 我的诉求很简单 就站在那里 什么也不要做 然后给我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好了 我会用这宝贵的两个小时 为我们尊敬的威洛比万夫长 做一期特别的专访 晚上八天 永夜港已经彻底融入了黑夜 只剩下那浮在水面上下的灯火斑斓 站在窗面的亚尔曼 眉宇间浮起了一丝愁绪 轻轻叹了一口气 最近这儿越来越不太平安 帮派火拼 成银品 全钱交易 好人要么被逼成坏人 要么在消沉中死去 无论是威兰特人还是异族 他来了这里还不到一个星期 几乎每一天都能看到糟糕的事 或者听到糟糕的消息 然而偏偏当他翻开报纸的时候 能看见的却只有骄傲的威兰特人 正昂首阔步地从一场胜利 走向下一场胜利 而对于威兰特人正在遇到的问题 却只字未提 新闻和现实就像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 看得越多越能感受到其中的割裂 有时他不禁会想 如果元帅大人能下令 管管这座糟糕的聚居地就好了 然而现实却是 尊敬的元帅大人 恐怕都未必知道 他的脚下还有着永夜港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 要从哪里开始管呢 这恐怕是一个没有解的问题 察觉到了丈夫心中的烦恼 穿着睡衣的玛格丽走到了她的身前 她用臂弯还住了她的脖子 在她的脸颊上亲吻了一口 柔声安慰的 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又何况这里 你不要太替我们担心了 我们会照顾好自己 还有你也是 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注视着那双眼睛 亚尔曼沉默了片刻 说出了心中的那个想法 我想带你们离开这里 玛格丽同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用很轻的声音问道 然后去哪里呢 亚尔曼深吸了一口气 以前我想过去金家伦港 但后来发现薯条港也不错 还有一号定居点 其实能去的地方 还是挺多的 顿了顿 她又说道 我现在在座的买卖 其实已经不太依赖于军团的殖民地了 这里的市场很大 但风险也不小 相比之下还有更好的选择 而且 我想离你们更近一点 免得又发生了什么意外 我却没法及时赶回来 听完丈夫的顾虑 玛格丽点了点头 但眉宇间还是浮起了一丝淡淡的酬绪 可是 我们正在和联盟打仗 去那里真的没事吗 双手放在了妻子的肩膀上 亚尔曼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眼神 那里有不少蔚蓝特人生活 而且 以我和那些避难所居民的相处经验 他们也会一视同仁地对待我们的 她记得 一位曾经坐过她的船的避难所居民和她说过 豺狼来了有猎枪 朋友来了有美酒 他们的敌人并不是鼻子比其他人高的人 而是那些想骑在其他人脖子上拉屎拉尿的人 哪怕那家伙和他们的鼻子一样 也想都不要想 玛格丽心中还有些犹豫 虽然她相信自己的丈夫 但她顾虑的并不仅仅是自己 他们并不是第一次搬家 但之前去的都是军团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殖民地 彻底离开威兰特人控制的地盘 她以前想都没想过 第2549集 那路比呢 她才刚认识新朋友不久 亚尔曼陷入了沉默 她的妻子提到的正是她最担心的 路比还小 她总不能让她和自己一样 像个水手一样四处漂泊 敏锐地察觉到了丈夫眼神中的犹豫 玛格丽理了理她的衣领 你希望我和她谈谈 但我想 她可能更希望她的爸爸能亲自和她谈这个问题 她已经不是什么事情都不懂的小孩子了 而是这个家庭的成员 如果你愿意和她谈谈 我想她会很高兴的 你说得对 我应该自己和她谈谈 关于我的顾虑 我的想法 还有她的想法 听完了妻子的话 亚尔曼感觉心情的烦躁消散了不少 愁眉不展的脸上舒展了一抹笑容 还有 谢谢 看着丈夫腼腆的样子 玛格丽玩耳一笑 你什么时候和我这么客气了 很久以前我就说过 不管你去哪里 我都会陪着你 在她的唇上蜻蜓点水地留下了一个晚安的吻 她转身离开了书房 并顺手轻轻带上了门 看着偏然离去的身影 亚尔曼忽然感觉 那颗像老旧钟表一样的心脏 又重新燃烧了起来 她笑着摇了摇头 想从酒柜里取出一瓶红酒 却又想起一会儿还要和女儿谈话 于是又拿出了红茶的茶包 永夜港已经不太平了 但至少今晚的月光宁静如水 她往热气腾腾的茶杯里放入了一块方糖 然后按下了收音机的按钮 这不是能随便做出的决定 她需要静下心来 好好地想想 然而就在这时 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 却让她愣在了当场 晚上好 永夜港的居民们 我是卫书队情报科的干员 康德 曾在第三十万人队服役 一个和你们一样 极其无名的小人物 不过 也不是完全一样 亚尔曼下意识地停住了 搁在茶杯旁边的食指 脸上的错愕渐渐变成了沉思 随后又被一抹饶有兴趣的神色取代 黑夜笼罩的海平面上 似乎出现了一抹不寻常的光点 希望的火种若隐若现 她打算再看看 或者说听听 听听这个叫康德的朋友 打算说些什么 不只是她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港口区酒馆中的人们 也放下了酒杯 停止了那些窃窃私语的交谈 今晚的永夜港电台 似乎和往常不太一样 然而也正是因此 人们都朝着那搁在吧台上的收音机 投去了好奇的视线 想听听那个叫康德的伙计 和他们到底有哪儿不一样 包括坐在吧台上的库鲁安 那个瘸腿的海关工作人员 和坐在这里的所有人都不同 那双倒映在酒杯里的瞳孔 写着一丝淡淡的浑浊 我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在信仰和面包之间 我选择了信仰 广播站的演播室 靠坐在椅子上的威洛比万夫长 慢悠悠地从昏迷中醒来 他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而且不只是长 那梦幻般的一切是如此美好 以至于他恨不得一直睡下去 最好是永远不要醒来 你醒了 听到了那悠悠传来的声音 威洛比浑身一个机灵 就像被迎头泼了盆冷水似的 清醒了过来 他下意识地环视了一眼周围 只见这屋子空荡荡的 只有一束从正前方射来的亮光 那光源的下方似乎摆着一张椅子 椅子上坐着一个人 这里就像是审讯室 然而又不完全一样 须着眼睛避开了那刺目的白光 他试着活动了一下手脚 发现胳膊和脚踝都被结结实实地 捆在了椅子上 动弹不得 咽了一口唾沫 认清现实的威洛比终于放弃了挣扎 认命地低声说道 这是哪里 坐在他正前方的男人也没有隐瞒 坦白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这里是永夜港的某个地方 听到还在永夜港 威洛比万夫长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只要还在永夜港就好 毕竟万夫长不见了可是大事 很快就会有人发现他的失踪 紧接着卫数队上下都会跟着一起疯掉 包括白天为自己吃了闭门羹的总督 那个蠢货现在应该无比地后悔 当时没有见自己一面 威洛比心中暗自解气 然而很快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处境 瞬间又高兴不起来了 你是 康德 康德平静地点了一下头 是的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威洛比的心中提起了些许勇气 原本虚弱的眼神也跟着犀利了起来 康德 你疯了吗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我知道 康德点了一下头 像是有些多此一举地说道 我绑架了卫数队的总长官 威洛比万夫长 威洛比微微皱眉 不知道为什么 眼前这家伙说话的方式和腔调 让他感到了一丝隐隐的不对劲 不过眼下这个节骨眼上 他更在意的显然不是区区一个小人物的装腔做事 你到底想干什么 钱还是别的东西 此刻的他无比希望能从对面那张嘴里听到钱这个字 因为那玩意儿对他来说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 也是他最不缺的 然而偏偏不巧的是 坐在他面前的康德却并没有如他所愿 并且从他嘴巴里吐出了那个令他始料未及的词 真相 真相 没错 我要的只是这个 看着一脸错愕的威洛比万夫长 康德用不容妥协的语气问道 无风计划为什么撤销了 告诉我理由 为什么 这有什么为什么 威洛比额前冷汗直冒 恼火地盯着这个不开眼的家伙 不关你的事情 少打听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康德安静地听着他的咆哮 没有插一句嘴 直到后者气喘吁吁地停下 才从怀中取出了一支闹钟 然后安静地放在了地上 看着夜经瓶上的倒计时 威洛比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 这是 炸弹 看着那张渐渐苍白的脸 康德淡淡一笑 用很轻的声音继续说道 有没有好处 我自己会判断 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 趁着现在还有时间 懂吗 第2550期 威洛比的眼睛瞪成了同龄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 这个用炸弹威胁自己的部下 这家伙是个疯子 看着那无动于衷的表情 他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因为上面的压力 我也有自己的难处 听着 别看我是万夫长 但卫戍队不是部队 老子管的人 还没哑挥那个孙子多 康德皱起眉头 谁的压力 亚辉总督 威洛比摇了摇头 我不能说 我要是敢说出来 我就完蛋了 康德轻轻耸了耸肩膀 将身后的光源调暗了些 露出了他那张 无所谓的脸 没关系 你还有九分钟 浪费一点时间思考 也是可以的 只要后面的问题 答快点就行 他已经为这场审判赌上了一切 除了真相之外的东西 他几乎已经全都不在乎了 看着那张无所谓的脸 威洛比脸上的表情 渐渐变得扭曲 最后在挣扎中逐渐地疯狂 八分钟 那倒数的秒钟数滴答滴答地跳动 就像他仅剩下的心跳 终于承受不住那死亡的压力 他妥协地张开了嘴 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咆哮 是总务部 婆罗行省战区总务部 你满意了吧 康德用狠轻的声音回答 还不够 这个回答太宽泛了 我需要你具体到哪个人 这个疯子 绳子陷进了衣服里 威洛比万夫长的双眼 爬满了血丝 为了活命 他彻底地豁出去了 狄庚司部长 是他的秘书联络的我 他站在我的办公室 要求我们停止调查 康德给自己点了根烟 扫了一眼地上的计时器 慢悠悠地问道 总得有个理由吧 已经豁出去的威洛比 放开了许多 呵呵地冷笑了一声 哼 理由 你学的那种事情 他们会说吗 不过 想必你也能猜得到 蛇油 威洛比撇了撇嘴 像看白痴似的看着他 不然呢 还能是什么 治疗战后创伤症状的 沙伦 是制作蛇油的原料 两者的有效成分 都来自蛇草 我们总不能告诉那些老兵 我们给他们吃的镇定剂 是用置换剂对出来的 他们每天晚上做的美梦 不是因为南方军团胜利报 而是因为吃了后勤处开的药 康德握紧了拳头 忽然又将拳头松开 一脸悲伤地看着他 为什么 又是为什么 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就算你知道了 又有什么用 扫了一眼倒计时 威洛比不耐烦地问了一句 然而坐在他面前的康德 却像是没有听见一样 仍旧自顾自地说道 我们的士兵为了威兰特人的荣誉 和生存空间而战 而你们 你们宁可给他们开一堆 治不了任何病的药 用化学制造出来的极乐 麻痹他们的痛苦 让他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腐烂 却就是不肯证实 他们遇到的问题 说致的同时 康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愤怒地盯着被捆在椅子上的 威洛比万夫长 伸手揪住了他的衣领 你们这群蛀虫 败类 你们到底有没有把他们 把我们当成你们的同胞 威洛比死死地瞪着他 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 你在说什么屁话 我不是威兰特人 难道还能是外星人吗 这是总务部的决定 而且这是最经济的做法 至少我们还免费给他们开药 他们不想吃 还能转手卖出去 然后被黑水巷的恶棍们 买回去做成这儿更大的狠货 坑害更多人 对吗 康德冷笑了一声 看着像金鱼一样 瞪着眼睛的威洛比万夫长 一字一顿地说道 而你们则可以从所有威兰特人 缴纳的税金里 捞一大笔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东西 最多不过是将买单的那只手 藏了起来 威兰特人贡献的税金 本应该是为了让威兰特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为了某个人的野心 挥霍在莫名其妙的地方 比如发动一场愚蠢 且莫名其妙的战争 然后再用数不尽的谎言 去填补那千疮百孔的窟窿 蛇油不过是浮于表面的农业 而在此之下 还有更顽固的农毒 只要这些重制还在 威兰特人就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那遥不可及的梦 威洛比万夫长笑了一声 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 看着康德 哼 我不否认 但这仅仅只是你的推测 你没有任何证据 我也没有 而且就算有 也改变不了什么 要问为什么 因为军团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你能指望鸡 吓出鸭蛋来吗 还要问什么 就快点问吧 就为了这种明知顾问的东西 绑架自己的上司 真疼摸得有够无聊的 看着液晶屏幕上还剩最后三分钟的倒计时 他的神色又重新慌张了起来 他到底不是真的不怕死 说了那么多也都是为了活命 眼中带着几分失望 康德松开了他的衣领 向后退了两步 回到了自己的椅子旁 顿了顿 他轻声继续说道 听到这个意料之外的问题 威洛比 威洛比愣了一下 以为眼前这家伙在开玩笑 然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也顾不上 康德到底是不是开玩笑 只能硬着头皮说出了那个难以启齿的梦 我当成了军团长 然后呢 然后 威洛比愣了一下 一头雾水地说道 那位大人奉我做一千个世界的总督 然后就没有了 有什么问题吧 如果可以的话 他倒是希望那个梦能够做得更久一点 让他看到那场梦的延续 那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在付出了数以亿万计的牺牲之后 军团的疆界终于扩张到了银河系的边缘 康德怜悯地看了他最后一眼 没什么 我要问的东西已经问完了 给他送绑吧 站在威洛比身后的塔兰掏出匕首 割断了绑在椅子上的绳子 威洛比被吓了一跳 他刚才甚至都没发现 这个屋子里还站着第三个人 当然 他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比如 演播室里正开着直播 他那番慷慨激昂的陈词 把整个南方军团的底裤都扒了下来 现在大半个聚居地的威兰特人 都知道了沙伦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以及蛇油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不止如此 还有总务部在这背后的龌龊 以及牵扯到的迪更斯部长 至于胡锋计划是什么 还有这场审讯中未曾提及的启蒙会 这些所谢的细节 在此刻反而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冗杂的信息只会让人忘记问题的重点 在真正的矛盾上失交 康德的目的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试图让他那些还在装睡的同胞们清醒过来 威兰特人的问题终归要由威兰特人自己来面对和解决 这无关于联盟和启蒙会 也无关于他们正在交战的对手 那些婆罗人 不过他只是一名情报科的干员 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就这么把他放了 拎着威洛比的衣领 塔兰看着康德问道 他忽然有些欣赏这家伙了 这游戏他玩了两年 也学会了人连语 但他还从来没和哪个NPC有过这么深入的交集 甚至成为了朋友 虽然他们认识的时间也不过只有短短的几天而已 把他放了吧 他只是个对真相保持沉默的可怜虫而已 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家伙 何况永夜港的幸存者们 已经看清楚了这帮家伙的嘴脸 至于之后如何选择 那是天亮之后的事情了 而我们能做的事情 在今晚已经做完了 康德的声音中带上了一丝疲倦 但也有些如释重负的意味在里面 这时候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看向塔兰说道 啊 对了 你也别直接把人赶出去 把他架在你的前面 让外面的卫兵给你一辆装满油的车 然后一直往北边开 开到沙漠里去 你把他丢在聚居地的外面就行 至于之后的事情 随你吧 不管这家伙真是联盟的兵团长 还是仅仅是个不太聪明的憨批 这家伙都算是为威兰特人 做了不少的好事 他没必要和自己一起死 塔兰皱了一下眉头 那你呢 康德开了句玩笑 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以我命名的星球 还在等着我上任呢 塔兰文言愣了一下 随即哈哈地笑出了声来 你这家伙还怪我意思的 康德笑了笑 这是你对我的评价吗 对了 说起来你也信了那玩意儿吧 说实话 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属于血统高贵之人的盛事 偏偏别人得了 你们避难所里的人 讲个鬼的血统 塔兰沉默了一会儿 如实回答道 一个平等的世界 任与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没有整天琢磨着 怎么骑在别人头顶上 拉屎的家伙 也没有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 我和我的同胞们 生活的都很富足 虽然我们距离乌托邦还很远 但我还挺满意的 康德的眼中露出了一丝 隐隐的羡慕 轻轻叹了一声 是吗 真好啊 你们到底聊够了没有 就在俩人说话的时候 威洛比的眼睛死死地盯着 那个正在倒计时的计时器 想从塔兰的手上挣脱 看着像蚯蚓一样扭动的 威洛比万夫长 塔兰哈哈笑了一声 将他直接丢去了门外面 滚吧 没站稳摔了个亮枪 威洛比连滚带爬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没命似的冲向楼梯的方向 不敢在这多停留一秒钟 康德错愕地看着塔兰 眼神古怪地问道 你就这么让他跑了 不然呢 留着他还有什么用 塔兰耸了耸肩膀 咧嘴笑道 况且逃跑不是我的风格 我们这种五星好市民 更喜欢杀出重围 康德并没有听懂 五星好市民是什么意思 塔兰也没有打算和他解释 而与此同时 落荒而逃的威洛比 已经跑到了楼下 正巧这时一支计时器 扔到了他的面前 吓得他惊叫着 握倒在地上 炸弹 快趴下 周围众人都被这句话 吓了一跳 然而就在这时 那不合时宜的闹铃声 却是突然响起 刺耳的声音 让在场所有人 都愣在了原地 包括仓促趴在地上的威洛比 他的脸色 仅仅仅仗成了猪肝色 恼羞成怒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拍了拍 沾满尘土的衣服和裤子 那个疯子耍了他 想到自己丢人的反应 威洛比万夫长 气得暴跳如雷 一把揪住了旁边 小伙子的衣领 冲着他大吼大叫道 你们还等什么 看热闹吗 还不给我冲进去 把那两个土匪毙了 那小伙子脸色绷紧 用异样的眼神 看着唾沫星子 横飞的威洛比万夫长 不只是他一个人 周围所有人都是如此 除了暴跳如雷的 亚辉总督 看着大吼大叫的威洛比 亚辉气冲冲地走上前 给了他脑袋一耳光 你这头蠢猪 你知道自己都 他妈说了些什么吗 威洛比整个人都懵了一下 这 什么说什么 亚辉狠狠地揪着他的衣领 你好好看清楚 自己在什么地方 这里是广播站 不只是这里的人 现在整个聚居地的人 都闻到了你放的屁 威洛比的脸色刷得一下白了 像刚刷过灰的墙一样 他的嘴唇颤抖着 就像个哑巴 演播室的隔音效果太强 他压根就没有听到 外面的广播声 更不可能听到 广播站发射出去的 无线电 他以为那康德 了不起藏个录音在身上 却没想到对方 直接给他开了石矿 瞧着这废物的模样 亚辉恼火地丢开了他的衣领 冲着在场的几个 卫队队长吼道 你们是来看戏的吗 冲进去 把里面的人给我毙了 几个卫队队长面面相去 全都是一副 犹豫不决的模样 见没有人多 亚辉鼻子都气歪了 伸出了颤抖的食指 也就在这时 五辆灰狗侦察车 簇拥着一辆猛兽步战车 开了过来 看着那一根根粗长的炮管 和那群武装到牙齿的士兵 亚辉心中一喜 增援到了 带队的是一名百夫长 他的身上穿着犀牛外骨骼 肩上扛着一挺插着弹链的轻击枪 走到了亚辉总督的面前 干净利落地行了个军礼 神色冷峻地说 听说有人意图谋反 亚辉迅速点头 接着指向了正前方那座广播站 就是那里 一名叛徒和一名间谍 占领了我们的广播站 就两个人 那百夫长挑了一下眉毛 环视了一眼周围 那群端着冲锋枪的卫兵 眼中闪过一丝鄙夷 虽说这帮家伙不用上前线 但只有两个人的楼都打不下来 那也是有够废物的 他一句话没说 挥了挥手 带着十几名身穿防弹甲的士兵 压了上去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 守在大楼里的塔栏 眼中却闪烁着兴奋的神采 好家伙 不准车都开出来了 这下 总算是攒够五颗星了 第2552集 随着一声刺耳的枪响划破了寂静 广播战大楼内的战斗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一支十人队迅速突入了大楼 并与固守在大楼内的武装人员展开了交火 这场短暂的交火仅仅持续了不到五分钟 冲进大楼内的十人队便被那爆炸的尘埃和喧嚣的枪声轰了出来 不止如此 原本满边的十人队伤亡竟是超过了一半 其中两个重伤的士兵更是被横着抬了出来 看着狼狈撤出的部下和被拖出来的伤员 百夫长的脸上写满了错愕 紧接着那错愕的表情便化作了愤怒 一群废物 十个人抓不住两个人 你们他妈的是干什么去的 面对长官的唾骂 从大楼内撤出来的石夫长脸上写满了黄孔 还是硬着头皮解释道 不是两个人 就一个人 但那家伙的速度太快了 搞不好是个觉醒者 听到这句话 百夫长的眼睛眯了起来 觉醒者 看来真抓到了一条大鱼 不再为难自己的部下 他取下挂在肩头的通讯器 沉声下令道 二队 三队 四队追忆 该你们上了 通讯频道里传来整齐话一的回答 小党 随着命令的下达 三只十人队杀气腾腾地重新扑了上去 看着近在咫尺的那栋大楼 百夫长嘴角翘起了一丝宁笑 十个人打不进去 那就三十个人 他还不幸捏不死这只蚂蚱了 与此同时 躲在大楼内的塔兰 正淡定地给捡来的突击步枪更换弹架 有一说一 这群威兰特人的装备不错 又是外骨骼又是防弹甲 要不是石夫长手枪的穿透力还不错 光靠一把屁右杠九 他还真不一定是那群人的对手 然而说到战斗素养 他们却比婆罗行省前线的士兵差了不止一点 换成后者指不定会更让他感到棘手 当然 即便他对自己的战斗力有着充分的自信 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绝对的数量差距面前 他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 康德已经指望不上了 那家伙不愿和自己的同胞战斗 而且一心求死 他劝不动那家伙也不知道该怎么劝 甚至心里也隐隐觉得 这或许才是最好的结局 说实话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挣扎些什么 英雄以英雄的身份死去 是英雄的荣誉 至少今晚他已经活在了永夜港人民的心里 而且大概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被忘记 然而 一想到这游戏里的NPC是不能复活的 塔兰要后悔这么去想了 他不想这家伙就这么死了 完了这么久的游戏 他还是头一回碰到这么对胃口的NPC 看着分别从前后门摸来的三支队伍 他轻轻吸了一口气 咧嘴笑了笑 搞了半天 那装甲车就是个摆设 也许是在市区里的缘故 那群威兰特人也不好放开手脚 装甲车停在外面也不朝着他开火 光是把步兵派上来拱 一脚踹开了一处房门 塔兰伸出手抓住一只柜子 想拎小机式地提了出去 接着扔在了楼梯的入口处 咔的一声将步枪上膛 深呼吸一口气的他 再次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并在那密集的脚步声 冲进楼梯的一瞬间扣下了扳机 电光石火之间 短兵相接的厮杀再次开始 和初次的交火不同 这次威兰特人的攻势明显要谨慎得多 而塔兰这边的状况 也要明显比之前吃力了不少 看着那闪烁的火光 从二楼推进到了三楼 站在广播站外面的百夫长 嘴角终于翘起了一丝猙獰的笑容 和他预料中的一样 困兽终究只是困兽 而与此同时 就在他旁边不远处 卫戍队的总长官 威洛比万夫长 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断地擦着额头上冒出来的汗水 虽然此刻的他恨不得手撕了 那个给他开直播的康德 但他很清楚 那家伙的死活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如何善后 现在大半个永夜港的威兰特人都知道了 总务部下属部门后勤处 发给退伍老兵们的安慰钥 是什么玩意儿了 而那些大人物们又是如何通过那些昂贵 却没有任何治疗效果的致幻剂 从伤兵的保险里面捞钱 为什么那些受伤的士兵们 无法得到妥善的安置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因为他们的钱被花在了莫名其妙的地方 最后流进了既得利益者的口袋 那些流行在永夜港黑市的小药片 压根不是因为联盟的战略倾销 而是因为市面上泛滥成灾的沙伦 帮派分子们从老兵们的手上 回收那些过剩的安慰药 同时也从后勤部门那里拿货 用来制成药效更强的蛇油 榨干永夜港幸存者身上最后一滴油水 无论是威兰特人还是黑水巷中的一族 所有人都是这系统性剥削下的受害者 看着神色愈发不善的亚辉总督 威洛比的脸色也愈发绝望了 或许都用不着等到明天的太阳升起 他就得丢掉脑袋上的帽子了 不知不觉中 街上忽然多了许多与这场骚动无关的人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威兰特人 其中有喝的醉醺醺的酒鬼 也有从家中走出来的市民 起初威洛比只以为这些家伙都是来看热闹的 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聚集在街上的人越来越多 写在一张张脸上的表情也愈发的不友善起来 威洛比这才猛然间意识到 更大的麻烦恐怕要来了 看着亚辉向自己驶来的眼神 威洛比只能喊上几名卫兵跟着自己 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冲着越来越多的人群喊话道 你们站在这里干什么 这不是看热闹的地方 快回你们家里去 那声音并没有将人群驱散 反而让人群越聚越聋了 一名退伍的老兵走上前去 用那红彤彤的酒糟笔指着威洛比 用质问的语气说道 你就是威洛比啊 换作是平时 威洛比绝对不会像一个酒鬼低头 然而周围挤满的人群 却让他不得不放低了姿态 用沟通的语气说道 是我 怎么了 那老兵指着他的鼻子 用毫不客气的语气问 那我问你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威洛比的神色一僵 逗大的汗珠从两鬓冒了出来 但还是故作镇定地解释道 那是情势所迫 是那个蠢货逼我说的 你要是开着广播的话 应该听到了 他用炸弹威胁我 威胁自己的上司 那老兵的脸上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仍旧是直勾勾地盯着他 你没有否认 所以是实话对吗 我 威洛比刚想辩解 一只酒瓶便从人群中飞了出来 差点砸到了他的脑袋 跟在他身后的卫兵慌忙上前 拦住了越来越激动的人群 而与此同时 人群中传来一声叫喊 叛徒 你背叛了威兰特人 也背叛了我们的元帅 我没 那就把里面的人放了 你们再公开地对峙一次 没错 把人放了 怒吼的声音就像是海浪 一波接着一波 拍打着那群卫兵们的胸膛 面对着义愤填膺的同胞 卫兵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犹豫的表情 他们也是威兰特人 不止如此 他们之中不少人都和那康德一样 也都是从一线退下来的老兵 而康德在广播中问出的那些问题 也都是在他们心里揣了好多年的疑问 与其说他们提不起面对人群的勇气 倒不如说他们心中更煎熬着 自己为什么会站在同胞们的对立面 而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 看着步步紧逼的人群 威洛比百口莫变 心中更是愈发的惶恐 他毫不怀疑 若是自己被这群家伙逮到 肯定得被他们刺成碎片 而就在这时 不远处响起了刺耳的鸣笛声 五辆运兵卡在一辆装甲车的开道护送下 杀到了人群的边缘 他们是赶来增援的城防军第二百人队 谁也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广播站竟然这么能守 一支百人队的兵力啃了十几分钟 愣是没把那栋大楼给啃下来 迫于来自总务部的压力 城防军长官又调请了一支百人队过来 并且准许他们在必要时 用炸药对大楼进行爆破 被堵在人群外面的装甲车上 探出了一支脑袋 握着喇叭朝人群喊道 前面看热闹的人让一下 你们把路给堵住了 蹲在装甲车里的百夫长 显然没有搞清楚状况 他这不喊不要紧 话刚一喊出口 围在周围的人群瞬间就沸腾了 挤在装甲车前更加不让道了 看着胡乱扔来的垃圾和酒瓶 那百夫长赶忙盖上了 装甲车炮塔的顶盖 缩回了载具里面 停火 放人 震耳欲聋的吼声 透过了车体 震得钢板隐隐发颤 看着观察窗外 那一张张义愤填膺的脸 装甲车里的载具成员 都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彼此交换着惊讶的眼神 这帮家伙疯了吗 错愕的不只是赶来增援的士兵们 还有在前线僵持住的士兵们 他们可以确信 他们的对手只有一个人 然而就是那个疯子 愣是靠着手里抢来的两把突击步枪 打退了他们的进攻足足五次 如果说他们一开始确实轻视了那家伙 有放水的嫌疑 然而后来的几轮进攻 他们全都拿出了真本事 却依旧没能攻上三楼 战况一时间竟是僵持住了 看着那群垂头丧气的伤员 坐镇指挥的百夫长 鼻子都要气歪了 他大不流星地走到了 威洛比万夫长的面前 也顾不上什么级别不级别的了 冲着他大声吼道 让你的卫兵 把那群暗示的家伙赶走 我们的增援进不到现场 被一个百夫长指着鼻孔吼 威洛比心中直冒火 却是毫无办法 谁要对方是军队的呢 而他只是个卫戍队 被编在地方部门 甚至连地方军都算不上 憋着心中那团火 他低沉着嗓音吼道 我知道 我他妈已经下命令了 但我那点人手 根本不够 你知道外面街上 记着多少人吗 那就再调点人过来 威洛比愤怒地说 我他妈只是个万夫长 又不是手上 真有一万好人 我已经把全城的卫兵 都调过来了 他们一样被堵在外面 进不来 你冲着我发火 不如问你的上司 想想办法 据在外面的市民 少说也有两三万人 起初他们只是堵了一条街 现在都堵到临街去了 如今全城的卫兵 都被抽调到了这片城区 他现在最担心的 反而不是这座广播站 而是其他城区的治安 难保不会有人 在这时候趁火打劫 而到时候一旦出了什么乱 最后又得算在他的头上 他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不想再给自己增加一些 莫名其妙的罪名了 妈的 看着持续伤亡的部下 那百夫长 慢慢咧咧了一句 拔出腰间配枪 便走到了人群前面 威洛比健壮一惊 本能地想上去阻拦 却已经来不及了 不 都给我散开 不想死的家伙 别来这碍言 反了你们 那红了眼的百夫长 朝着天上鸣了一枪 而且正是这声枪响 彻底激怒了和卫兵们僵持着的人群 他们是威兰特人 不怕死的基因流淌在他们的血管里 况且手枪弹架里的子弹能有几颗呢 冲在最前面的老兵可比这帮菜鸟们懂多了 听到枪响声响起立刻扑了上去 而原本还算稳固的阵线也瞬间被冲开了 面对愤怒的人群 卫兵们最终选择了投降 而由于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开枪 人们倒也没有太为难他们 只顾着冲向了那个开枪的百夫长 看着汹涌的人潮 威洛比万夫长的脸上 则印上了彻底的绝望 包括躲进侦察车里的亚辉总督 从没见过这般阵仗的他已经被吓傻了 只顾着催促着驾驶员开车 朝着人少的地方冲撞 身中树枪的塔兰 蹲在广播站的四楼 朝着窗外沸腾的人群看去 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嘴里不自觉地念了一声 卧槽 康德没有号召他的同胞们团结起来 然而当他为他们发声的时候 他的同胞们并没有选择冷眼旁观 仍旧为他勇敢地站了出来 塔兰现在算是明白了 这帮大鼻子为什么能干翻 继承了人连全部遗产的战舰尾了 刻在他们血管中的基因并不只是杀戮 还有荣誉和尊严 威兰特人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英雄 他们是有救的 这场价没白打 得 这条命值了 看了一眼身上的枪伤 塔兰连嘴笑了笑 忽然明白了老玩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 不要太在意序列等级 否则会错过很多东西 也许那真的不是什么凡尔赛 而是他们在经历过无数次死亡之后 切身体会到的感悟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无数磨灭不了的痕迹 而这已经超越了那几个苍白的数字许多 用枪托支撑着身体从地上站起 塔兰寻思着 接下来的事情已经和自己没关系了 还是找个地方把自己的尸体处理一下比较好 而就在这时 楼下却是忽然传来了熟悉的喊声 村长 你在上面吗 有个叫孝川纯一郎的家伙 说你遇到了麻烦 喊我们来接应你 活着支个生啊 听到那声音 塔兰先是一愣 随后脸上露出狂喜 糟 老子架都打完了 你们可算是来了 第2554集 黑水巷 最后一局赌场 平时一到天黑 这座永夜港最大的赌场里 便挤得人满为患 而今晚门口却是罕见地挂着一只歇叶的牌子 兜里揣满了金币的赌棍们 在门前来来回回地游异 却见那扇大门一点也没有要打开的迹象 这才兴兴而归 而与此同时 赌场楼顶的VIP包房里 一名鼻梁高挺的男人正翘着腿坐在沙发上 他的手中握着一只通讯器 脸上的神色写满了阴霾 片刻后 他低声咒骂了一句 将通讯器丢在了桌上 看着大发雷霆的男人 站在一旁的汤尼大气不敢喘一口 更不敢插嘴多说一句话 只在脸上陪着讨好的笑容 静静地厚着 此人名叫彼得 那身份可不得了啊 虽然级别上只是个千夫长 但却是婆罗行省战区总务部部长的秘书 就算是永夜港的总督 也都得让这家伙几分 更别说像汤尼这样的地痞流氓了 在这位大人物的面前 他连坐着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 坐在他眼前的这个男人 还算不上他真正的靠山 那位给他撑腰的大人物 压根就没在他面前露过脸 一直都是通过下面的人带话 替他摆平生意之外的麻烦 同时负责收钱 而这位彼得 也是目前他见过的身份最高的一位了 汤尼也只能纯凭自己的猜测 猜自己背后的靠山是谁 而即便猜到了 他也不敢明着说出来 更别说让那位靠山替自己做事了 那些人仅仅是盯上了他的产业 希望借他的手去做一些事 并在此基础上会给他一些便利 如果他的要求太多或者太麻烦 那些人同样不介意换一只更干净的手套 事实上 如果不是生意上的事情出了点意外 彼得也不会亲自来这里一趟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前脚离开总督府还没几个小时 卫戍队那边就出了大乱子 被自己的手下绑架 不如拿把枪把自己毙了得了 糟心的事还不止如此 那个广播激起了永夜港的民愤 导致增援的部队被堵在了街上 而已经抵达现场的军队也不怎么聪明 一支百人队愣是打不下来一座广播站 只能眼看着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彼得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接着将目光丢向了站在一旁的汤妮 蛇草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见彼得向自己搭话 汤妮连忙殷勤地陪着笑脸说道 大人您放心 都已经办妥了 蛇州的军阀 会为我们专门开辟一条航线 永夜港这边的海关也打点过了 以后我们可以直接用蛇草加工蛇油 不需要再用那些小药片提纯 虽然我们的加工厂受了一些损失 但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顿了顿 汤妮又压低了声音 另外 按照您的吩咐 我们把那群婆罗人劳工 从卡特诺的监狱里弄了出来 带到郊区 处理掉了 那座工厂既不是后勤处的产业 也不是总务部的产业 但却属于这条利益链条上的某些人 他们通过改进生产流程和生产工艺 只是绕过了后勤处 但并没有绕过这条利益链条上的任何一个人 变得只是原材料而已 他们可以更高效地生产 呈隐性更强的蛇油 而无需再从那些老兵们手上回收后勤处开的处方药 因为供需关系的改变 他们更希望那些老兵们把多到没地方放的沙轮吃掉 为药效更强的蛇油打开市场 从那些老兵的退休金上再捞一笔 毕竟南方军团绝大多数的财富都聚集在威兰特人的手上 从一族人的手上榨取蒂纳尔的效率太低了 不止如此 他们同样不再需要那些婆罗人劳工了 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而且他们已经露过脸 如果再因为同样的理由进一次监狱会很麻烦 与其给他们一张回家的船票 不如直接给他们背后的军阀赔一笔钱 然后让后者再送一批新的劳工过来 反正婆罗行省最不缺的就是人 到时候和蛇草一起送过来就好 听闻事情已经办妥 彼得稍稍松了一口气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不错 汤尼黑黑一笑 我办事 您放心 欣赏得多看了两眼这条好狗 彼得咧嘴笑了笑 心中忽然一动 开口继续说道 是吗 那我再托你去办件事好了 汤尼神色一肃恭敬地说 大人您放心 只要是您吩咐的事情 我一定尽全力去办 彼得淡淡一笑 吩咐说道 西北城区 广播站附近街区出了一些乱子 疫情喝大了的醉鬼把路给堵了 你带一些人过去 记得带上家伙 制造些混乱把人轰走 让我们的部队能进去就好 汤尼愣了一下 就这些吗 就这些 端起桌上的红茶喝了一口 彼得轻声说 可以死几个人 但别死太多 还有 别在卫戍队和军队的面前动手 否则 你自己准备几个替死鬼 怎么做 你看着办 威兰特人不愿向同胞开枪 找一群异族就完事了 他可没有那么多执念 该杀的人还是得杀 总不能因为对面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就心慈手软 读懂了 彼得的眼神 汤尼心领神会的点头 黑黑一笑道 明白 这种事对他来说 简直不要太容易 安排几个枪手 站在远处 一顿秃秃就行 再不行 冲上去扔几个燃烧瓶 不过这家伙可真够狠的 西北城区住的应该是威兰特人 平时他的小弟都是绕着那里走的 别说是去那闹事 连待在那地方都不敢 就在汤尼准备将事情安排下去的时候 窗户外面忽然传来一声爆炸的声响 听到这声动静 房间内的众人都是一愣 表情凝固在了脸上 与此同时 放肆的笑声远远传来 其中还夹杂着狂妄的叫嚣 汤尼 你也来参加你的葬礼了 听到这疯狗一般的叫声 汤尼的脸色瞬间一变 慌忙快步走到了窗前 不出他所料 猎狗帮的疯子 正站在街道的正对面 而他的老对头莫尔斯 此刻手中正拎着一挺 最新款的撕裂轻机枪 看着那枪孔瞄了过来 汤尼吓得慌忙离开了窗户旁 同时取下拴在腰上的对讲机 朝着赌场的打手们吼道 与此同时 一缩缩子弹扫向了窗户 劈劈啪啪的破碎声中 在天花板上留下了一串枪 躲闪到了房间的角落 彼得目瞪口呆地看着半蹲在地上的汤尼 又惊又怒道 外面什么情况 莫尔斯 汤尼气得嘴唇发白 死死地咬着牙关 是猎狗帮的人 那群蠢货 搭上了卫戍队的线 就像吃错了药一样 对了 我们郊区的工厂 就是这帮家伙炸的 彼得瞪圆了眼睛 一脸的难以置信的表情 卫戍队 卫戍队那帮软脚虾怎么敢 他刚这么想着 那如同恶鬼般的笑声 便从窗外传来 没想到吧 老子现在是启蒙会的门徒 老子也有靠山了 你他娘的 敢出来和老子 腾腾正正地干一仗吗 启蒙会 那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彼得大脑荡机了半天 好一会儿都没反应过来 不过他到底是个千夫长 怎么也不至于 被一群恶棍给吓到 将汤尼轰出了房间 他干净利落地反锁上门 随后淡定捡起了 先前摔在桌上的通讯器 按下了几个按键 将通讯器贴在耳边 他言简意该地下达了命令 我这里遇到了一点麻烦 派一对肃星小组过来 第25555集 喧嚣的枪声如同雷鸣 穿梭在街上的夜光 如同横飞的暴雨 和往常火拼时一样 带着一众小弟的莫尔斯 站在了火拼的最前线 和往常不同的是 他的手中正端着一艇 插着弹链的撕裂轻击枪 猙獰的枪口喷射着凶悍的火力 粗长的火蛇就像火把一样 烧得铁手帮的打手们 睁不开眼睛 先是闪了赌场楼顶的房间一梭子 看着从窗边逃开的汤尼 莫尔斯又将枪口对准了赌场的正门 癫狂地大笑着抠下了扳机 去死吧 铁手帮的砸碎们 呼啸着的淡雨 瞬间撕碎了紧闭着的大门 躲在正门两侧的打手根本没机会探出掩体还击 只能仓皇地后退并寻找其他更结实的掩体 一名端着PU杠九冲锋枪的打手躲闪不及 被一发机枪弹扫在了尖头 整条胳膊都被扯了下去 只留下半截鲜血淋漓的弓骨 杀猪般的惨叫声在赌场门口响起 也很快被淹没在了那轰鸣的枪声里 动手的不只是莫尔斯一个人 上百名猎狗帮的帮众手上端着青一色的突击步枪 此刻也都突突突地朝着汤尼经营的赌场开火 附近的平民和赌棍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啊 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傻了眼 纷纷没命似地逃离这最后一局附近的街区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整条街上已经空了 只剩下了火拼的帮派分子们 面对猎狗帮自动火力的扫射 铁手帮的帮众被打得抬不起头 他们手中的PU-9冲锋枪虽然也是巷战的好手 但9毫米的冲锋枪弹 无论是威力还是穿透力 比起7毫米的步枪弹和机枪弹都差得太远了 何况卫数队在胡锋计划上下了血本 至少之前是如此 以猎狗帮目前的火力级别 就算拉到婆罗行省的前线去也不算丢人了 更别说对付一群混迹街头的帮派分子 船上的火力倒塌了半面墙 街上的焦火声稍作停歇 铁手帮的外围防线已经瓦解 残余的人员全都撤入了赌场大楼内 看着倒在混凝土碎块背后的十来具尸体 莫尔斯宁笑着向前挥了下手 端着刀片突击步枪的约克咬着一只燃着的烟头 凭着一身蛮勇 带着十几个小弟率先冲进了赌场的大门 砰砰砰的枪声再次爆发 众人迅速就近占据掩体躲避 接着将步枪探出掩体 朝着对面枪声响起的大概位置扫射 看着已经控制大门的小弟们 莫尔斯不慌不忙地给枪管已经冒烟的轻机枪 插上了一只新的弹链 接着咔的一声上唐 唐你 你的莫尔斯爷爷来了 机枪的枪托抵在了防弹甲的护肩上 莫尔斯也叼上了一根香烟 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向门口 一边扣动扳机 朝着大厅对面闪烁的火光 砰砰砰地扫射 那张被火光照亮的脸上写满了争鸣 就像是从深渊中爬出的魔鬼 而被他的机枪扫过的地方 也全都如被台风洗礼过一样 只剩下一地残枝断壁和狼藉的碎渣 靠在一处大理石柱背后 最后一局的保安头子 脸上写满了恐惧 夹在胳膊肘下面的冲锋枪 不住地颤抖 根本不敢探出头还击 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弟兄倒下 他咬了咬牙 朝着挂在肩头的对讲机喊道 老大 你疯子的火力太猛了 兄弟们快顶不住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 对讲机那头便传来汤尼的吼声 那就给我拿命去顶 增援就快要到了 就是死 也要给我把他们拦在外面 对着对讲机一顿咆哮 已经冲到二楼的汤尼 听着从脚底下传来的枪声 只感觉心肝都在颤抖 他不知道这帮蠢货 从哪弄来这么多的重火力 也不知道那启蒙会是个什么东西 更不知道那个启蒙会 为什么会盯上自己 他只清楚一件事情 如果摆平不了这麻烦 他就完蛋了 而且是彻底的完蛋了 如果坐在包厢里的那位 掉了一根头发 整个黑水巷的所有帮派 都得跟着遭殃 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他 听着越来越近的枪声 汤尼咬了咬牙 想和楼下那位讲道理 然而偏偏又不能说出 楼上那位客人的名字 只能朝着楼下吼道 莫尔斯 你他妈的到底想干什么 先是炸了老子的工厂 现在又来我的赌场里闹事 我他妈可没招惹过你 见楼下没有回应 他咽了一口唾沫 又把姿态放低了些 你是要钱吗 我给你就是了 你说个数给我 我现在就给你 也许是听出了他声音中的怯懦 楼下传来了放肆的笑声 钱 你当老子是乞丐吗 汤尼 你小瞧我了 老子要的是你的所有 汤尼文言一愣 顿时怒了 你他妈的别太过分 我给你脸了 楼下的莫尔斯撇了撇嘴 嘲讽道 过分 别他妈逗了 我们都是替大人物卖命的 你觉得 我活为了几枚蒂娜而放过你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他会像长出翅膀的区域一样 一飞冲天成为真正的大人物 到时候不只是黑水巷 整个永夜港都会留下他的传奇 汤尼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 接着渐渐变得扭曲起来 妈的 这个疯子 他的大脑一片混沌 起初以为那家伙只是在说疯话 然而听到那笃定的声音 却又情不自禁地犹豫起来 为什么卫数队的人到现在都没来 换作平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那帮卫兵早就开着冲锋车杀过来了 难道那个启蒙会真有通天的背景 可惜彼得并没有向他解释清楚 西北城区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不是威兰特人的他 也没兴趣听威兰特人的收音机里 整天在放什么屁 整个西北城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全城的卫兵乃至驻军都聚集了过去 就差驻扎在港口 即将前往前线的作战部队没有动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自然没有人会搭理黑水巷的动静 别说是帮派混战 只怕就是有人往这扔了 核弹也未必有人管 第2556集 就在汤尼惊疑不定的时候 莫尔斯却是愈发肯定了心中的猜测 站在自己背后的人 已经压过了汤尼的靠山一头 脸上甚至已经露出了 胜券在握的笑容 那个往脸上抹灰的斯文怂货 到现在脸都不敢露一下 完全被自己单方面地压着他 卫戍队的人则都像是瞎了眼一样 对黑水巷的动静不闻不问 哪怕自己把机枪都架在了 对方的鼻孔下面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 启蒙会的实力吗 信心被赠的他比往日更加的疯狂 循着楼上的声音将枪口对准了天花板 狂笑着抠动扳机一顿乱扫 那子弹当然打不穿楼层间的水泥 但还是把站在上面的汤泥给吓了一跳 眼看着冲进赌场里的猎狗越来越多 楼下的枪声越响越激烈 他只能拼了命地催促手下往上面去填 然而他手底下的打手也是人 大家混帮派都是来求财的 更卑微的也就求个自保 谁也没想过真把命给搭上 眼见卫戍队的人半天没有动静 增援也迟迟不到 守在赌场一楼的打手们 士气终于崩溃了 纷纷丢下了阵地 抱头鼠窜地逃跑 铁手帮已经完蛋了 即使是汤泥最忠诚的手下也毫不怀疑 他们的末日已经到来 郊区的工厂被炸 碎炉者的脑袋被砍了下来 他们的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甚至警告他们别去找对方的麻烦 而现在对面更是连夹着尾巴 做人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直接扛着一挺机枪杀到了他们的门口 他们的老大已经被背后的靠山抛弃了 只剩下这一种解释 聪明人都跑得很干净 剩下的要么是脑子浑的 要么是还不清醒的 又或者是太清醒的 看着守在一楼的打手 死的死逃的逃 穆尔斯连了连嘴角 也没有追上去 只是朝着他们逃跑的方向 扫了一梭子 然后便离开了掩体 带着一群小弟们 跨过满地的尸体 走向楼梯 然而也许是太飘了 也许是热血上头的 他放松了警惕 以至于当他察觉到 一旁柜子后面传来的喘息声时 一个年龄不大的小伙子 已经端着屁右杠九冲锋枪 冲了出来 用叫喊声驱散了恐惧 他一边喊着 一边扣着扳机扫射 那毫无章法的射击倒是起了点笑 猝不及防之下 好几枚子弹都射在了 穆尔斯的胸口 然而 九毫米的子弹 根本打不穿套在后者身上的 军用防弹甲 那个被刮到一梭子的疯子 只是晃了一下身子 踉枪几步 靠在了掩体上 与此同时 跟在莫尔斯身旁的小弟们 全都反应了过来 朝着那个不开眼的愣头青 一顿秃秃 将他直接打成了筛子 约克先是冲到了莫尔斯的旁边 紧张地问道 老大 你没事吧 莫尔斯咧了咧嘴角 抓着他的胳膊 从地上站起来 没事 说着 他的手背在胸前扫了扫 只见那几颗碎掉的蛋头 当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见到老大一点事都没有 周围的小弟们都欢呼着 吹起了口哨 莫尔斯咧嘴一笑 冲着空荡荡的楼梯间 扯开嗓门喊道 唐尼 你的人都死光了 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你可别自己了结了 我还想和你聊聊来着 楼上没有回应 莫尔斯也不废话 挥了一下手 领着一众小弟向前走去 先前向他开火的那个小伙子 正躺在一片血泊中 像搁浅的金鱼一样 抽动着嘴 约克拔出手枪 给了他一个痛快 而看着那双渐渐空洞的眼睛 莫尔斯却是皱了皱眉 太像了 这小伙子的眼神像极了从前的他 那时候他也是个愣头青 除了野心和一身狠劲之外 什么也没有 整天想着的就一件事 那就是怎么在老大面前表现一番 豁出命 混出个名堂 唯一不像的是 这家伙开枪的时候 闭上了眼睛 而这也是坐在赌桌上 最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 赌赢了的自己站在了这里 而他注定只能躺在地上 包括楼上的汤泥 眉心又抽筋式地跳动起来 莫尔斯没做任何停留 静止朝着楼上走去 出乎他意料的是 汤泥并没有躲起来 而是一脸绝望地站在二楼的大厅 你疯了 莫尔斯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我们都完蛋了 莫尔斯轻轻抬了一下眉毛 冷笑了一声说 完蛋的是你 今夜之后 我会成为黑水巷的新主宰 我居然输给了一个疯子 汤泥忽然笑出了声来 但很快他便笑不出来了 捂着血流如注的大腿倒在了地上 手枪冒着青烟 约克朝着地上呸了一口唾沫 满脸横肉的脸 瞪着倒在地上扭动的汤泥 像死狗一样蜷缩在地上的汤泥没有说话 苍白的嘴唇已经说不出任何话来 只剩下有一搭没一搭的抽动 那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动脉 几个呼吸的时间 血已经净红了他的裤子 给他包扎一下 我和我的朋友们还要问他一些话 记住了 我要活的 朝着一旁的小弟扔下了这句话 莫尔斯朝着楼上继续走去 整场战斗如同教科书一般轻松 他不费吹灰之力地捏死了铁手帮 并且甚至都没死几个弟兄 而今晚之后 他将会成为整个黑水巷的传奇 所有人都会记住他的名字 以及记住他究竟是在为谁做事 至于汤泥的靠山是谁 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那只幕后黑手既然将他送到了这里 自然会替他将后面的麻烦摆平 不过 莫尔斯的心中还藏着另一个困惑 那便是为什么汤泥没有逃跑 而是选择站在那里等死 他不相信那个狡猾的家伙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这赌场里一定藏着不止一条逃生通道 除非 那个自大的家伙压根就没想过自己可能会输 或者有无论如何也不能逃跑的理由 怀着好奇的心情 他拎着机枪向楼上走去 挨个房间检查 终于找到了一间锁着的门 他礼貌地敲了敲门 房间里没有动静 然而从门缝中飘出的尼古丁味 却暴露了里面藏着的人 跟在他身后的约克和其他小弟们相视了一眼 脸上都露出了古怪的表情 里面那家伙还有心思抽烟 这是压根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 鬼兵报房 莫尔斯回头看了一眼 冲着自己的小弟们咧嘴一笑 随后一脚踹开了那紧闭的房门 只听砰的一声 那房门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他拎着机枪踏着门板走了进去 只见那正前方的沙发上 坐着一个嘴上叼着烟的男人 那是个威兰特人 他的表情有些惊讶 却没有半分的惧怕 甚至还摘下烟头 轻轻点了点烟灰 那上位者的处遍不惊 令莫尔斯隐隐感到了一丝畏惧 但很快 那畏惧的情绪 便被一股躁动不安的怒气所取代了 这家伙凭什么一点都不害怕呢 凭什么用看一条狗的眼神看他 打得不错 点落了烟头上的烟灰 彼得看向莫尔斯的眼神 忽然戴上了几分欣赏 我忽然有些中意你了 莫尔斯微微眯起了眼睛 随后绷紧着嘴角微微上扬 挪开了冒着烟的枪管 微微俯身汗手 像个体面的绅士一样 不知道这位如何称呼 彼得轻轻笑了笑 用不咸不淡的语气说道 汤尼从不问这么愚蠢的问题 他只做他该做的事情 知道我们让他知道的事情 然后拿走属于他的那一份 莫尔斯轻轻折着舌头 摇着头 那家伙老惨了 现在躺在地板上 像条去一样扭着 听闻汤尼的惨状 彼得却是默不关心的表情 甚至淡淡笑了笑 是吗 没想到他还挺忠心的 虽然人废物了些 莫尔斯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眼神就像毒蛇吐出的信一样 肥猴 可不是吗 彼得耸了耸肩膀 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道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被卫戍队养的狗咬断了脖子 就像一块糊不上墙的泥巴 我的耐心差不多也消失了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饶有兴趣 打量着站在门口的莫尔斯 我发现你比汤尼要有本事 就是脑子没得好使 不过这对我们来说 其实并不重要 要考虑一下为我们做事吗 为你们做事 莫尔斯愣住了 忽然笑出了声来 然后像下面那条死狗一样吗 别逗了伙计 老子是启蒙会的人 你也算个球啊 彼得微微眯起了眼睛 一抹杀意从眼缝中放了出来 除了狄庚斯万夫长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 启蒙会 那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听都没听说过 莫尔斯冷笑了一声 也语了一句道 你的级别太低了 当然不会听说过 知道外面为什么挠出这么大动静 卫书队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看着一脸错愕的彼得 莫尔斯不等他回答 慢条思理地继续说道 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幕后操纵着一切 以你的眼界 甚至都看不到他的存在 当然 只是门徒的我也只能窥见冰山一角 但即便是这显露出的冰山一角 压死你们也足够了 彼得愣愣地看着他 哭笑不得地说 你在说什么东西 你他妈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他的话音还未落下 那忽然对准过来的枪口 便喷出了火蛇 根本没料到对方会开火 身中竖枪的彼得 闷哼一声便向后翻了过去 连同屁股下面的沙发 一起被打成了马蜂窝 枪口随着后座力上扬 子弹一路扫到了天花板上 莫尔斯才松开了扣着的扳机 他宁笑着走到那具尸体的旁边 捡起了那沾着血的烟头 叼在了自己的嘴上 抱歉 走会儿了 约克也跟在他身后走了进来 冲着躺在地上 那个血人呸了一口唾沫 活腻了的玩意儿 谁允许你这么和我老大讲话了 仰面朝天的彼得瞪大着眼睛 胸口一片血肉模糊 他到死也不敢相信 这群魂球竟然敢对自己动手 而且还是在威兰特人的地盘上 没空搭理这家伙 莫尔斯在他身上翻找了一下 什么关于身份的信息都没找到 于是撇撇嘴将他丢在了一旁 从今往后 这间最后一局 就是他莫尔斯的产业了 永夜港的赌徒们 不会在意这里发生过什么 也不会在意那瓷砖地板上 躺过多少血 等他们把这清理了干净 那些赌棍们会和往常一样 一波接一波地涌入 当然 不只是赌场 他会接受汤尼的所有产业 并用那些产业赚来的黄金 将这座黑水巷打造成 整个大荒漠最繁华的不夜城 而他 莫尔斯 将重新定义这里的秩序 并成为这座不夜城的无冕之王 这不是他在梦里梦大的东西 不过也算是一条 间接实现他梦想的途径了 走到了那扇破碎的窗前站定 莫尔斯轻轻地眯着双眼 享受着那迎面吹来的晚风 欣赏着那热烈之后的余韵 约克走到了他的身边 那张堆满横肉的脸上 写满了兴奋和崇拜 老大 接下来呢 嗯 我想想 莫尔斯回头走到了那具尸体的旁边 踢了那不会动的腿一脚 把这家伙拖下去 也许我们的朋友会感兴趣 他的活已经干完了 那个塔兰和康德也该来找他了才对 或者启蒙会打算派其他人过来 莫尔斯一点也不着急 反正这场赌局他已经赢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股警诏忽然没有地从他心头升起 以至于背上甚至渗出了冷汗 什么情况 难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的念头转得飞快 而也就在这一瞬间 一声短促的嗡鸣从窗外传来 紧接着 站在窗边的约克脑袋便碎成了西瓜 咚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约克 不 草的妈的 举击手 莫尔斯的眼睛一瞬间红了 扯开嗓子大吼了一声 慌忙地撤出了房间 而与此同时 在几声咎咎咎的短促的枪响过后 整个赌场的二楼已经变成了一片血海 一群武装到牙齿的士兵从门口鱼罐而入 他们的身上穿着青一色的外骨骼 从头到脚的装备 足以令前线的炮灰们羡慕到流口水 肃清小组 作为军团的战术王牌之一 南方军团的武装配置和东方军团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路 后者依旧是延续人多力量大的集群战术 而前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向东海岸的企业靠拢 第2558集 躺在血泊中的汤尼只剩下了半口气 奄奄一息地喘息着 他抬起昏昏沉沉的眼皮 看向了停在前面的靴子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伸出手 在那只靴子上留下了一道血红的手印 试图抓住些什么 而与此同时 他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哀求 我尽力了 你们要我做的事 我都做到了 我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家人 他们什么都不值得 那士兵没有多说一句废话 插着消音器的枪口 抵在了他的天灵盖上 干净利落地一声枪响 让他重新趴回了血泊里 食指按在了头盔的侧面 那士兵吐出了一口冰冷的空气 严谨一概地汇报道 二楼清空 片刻后 通讯频道中传来回答 武装分子正从五楼向四楼移动 他们在安全通道附近 没有发现协制目标 收到 干净利落地回了一句 那人朝着楼梯挥了挥手 接着指向了一旁的安全通道 攻占二楼的士兵立刻兵分两路 朝着穆尔斯的方向推进过去 发现了这群不速之客 正在清点战利品的猎狗们 迅速抄起家伙 朝着这群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开火 然而面对这群训练有素的士兵 他们甚至连拖延的时间都做不到 便被悉数射穿了头盖骨 战况完全是一边倒的屠路 已经撤到四楼的莫尔斯 脸上写满了惊恐 楼下传来的枪声 提醒着他下面已经不安全了 然而被困在这里的他 却又无处可逃 退出了安全通道 他靠在了楼梯间的墙角 冲着楼下大声地吼着 妈的 你们是什么人 那群人没有回应 他们就像一排台冰冷的杀人机器 干净利落地收割着一条又一条性命 看着持续伤亡的地球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爬上了莫尔斯的心头 不能就这样死在这里 尤其是这般不明不白的死去 平时的风劲又冲上了头 他骂骂咧地叫喊了一句 将挂在肩上的机枪扔下 随后用肩膀撞开了窗户 从四楼直接跳了下去 这个高度就算不把人摔死 也够摔个残废了 然而也许是他命不该绝 他的肩膀先是撞上了一处遮雨的棚子 接着又滚进了街边餐馆装干水的桶 餐馆的门面紧紧关着 整条街上寂静无声 仿佛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不知是从何时开始 乌云密布的天上下起了小雨 那绵密的滴答声 仿佛要将他淹没 莫尔斯从未如此地狼狈过 哪怕是最落魄的时候 他像一头受惊了的困兽 跌跌撞撞地向远处跑去 却不知该跑向何方 那群人到底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杀他 还有启蒙会的人到底在哪 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幻觉 脚下的道路渐渐变成了虚无 就仿佛回到了那个不切实际的梦 在那个梦里 他是个外科医生 经营着一家普普通通的诊所 黑水巷几十年如一日的安宁 没有没完没了的帮派火拼 他有一个懂事的儿子 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虽然他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但至少比他的父亲靠谱得多 至少从来都不把酒瓶子带回家里 他的嘴里也发出了一声低吼 试图将那混乱的影像赶出脑子 那不是他要的东西 更没有想过要去拥有这些软肋 然而他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从那个梦里看到这些糙蛋的玩意儿 甚至还隐隐动过再来一秒的念头 而就在这时 远处出现了一道人影 那个人披着一件羽衣 羽衣下面是漆黑正亮的外骨骼 和一柄结构紧凑的突击步枪 莫尔斯的脸上写满了绝望 但看到对方没有开枪 他的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那人伸手轻轻抬了抬羽衣的冒眼 似乎是为了看清他的脸 莫尔斯听到了一声轻轻的叹息 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哎呀 我不该同情你这样的家伙 但咋说呢 我和你也没仇 顿了顿 那人将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继续跑下去吧 这里交给我 莫尔斯愣愣地看着他 清醒的眼瞳中 渐渐带上了一丝怀疑 但还是颤抖着问出了口 你是秦桧的 是的 校将轻轻拍了拍莫尔斯的肩膀 严谨意该地说道 你知道该去哪里 他其实也不确定 毕竟沙漠之雕那个蠢货 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靠谱 虽然自己也不是什么靠谱的东西 总之 那家伙根据沙漠兵团收集到的情报 做出合理的分析 捋清其中一条条线索 判断莫尔斯可能真的知道一点 关于启蒙会的事情 否则很难解释 这家伙为什么会赌得这么大 压上了全部身家 为这枚虚幻的诱饵卖命卖得这么彻底 虽然当面问清楚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时间上却来不及了 从广播站的那枚炸弹爆炸到现在为止 总共也不过过去了两个半小时而已 听到这个陌生人的话 莫尔斯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启蒙会果然没有放弃他 混沌的记忆渐渐清晰起来 他想起了那条漆黑的小巷 交给你了 最后感激地看了一眼 那个披着雨衣的陌生人 他转身匆匆跑向了稀稀沥沥的雨幕 而与此同时 一群穿着外骨骼的士兵 也从那最后一局赌场里追了出来 通讯频道内响彻着嘈杂的交流声 骂子 彼得死了 任务失败 四楼跳窗跑了一个 这家伙命够大的 居然没摔死 敲给我 你们回收一下尸体 趴在楼顶的狙击手做了个深呼吸 雨气冰冷地回了一句 雨还不是很大 对事业的影响很小 而街上又没什么人 他的瞄准镜很快锁定了那个沿着街道奔跑的身影 然而就在他要扣下扳机的时候 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喂 看啥呢 那狙击手一愣 猛地回过头 却被一只手拎住了衣领 扯掉头盔上的脉 从那六层楼高的桶子楼上直接扔了下去 听到楼下传来的闷响 沙雕伸着脖子向楼下望了一眼 见大字形趴在地上的那人已经没了动静 轻轻念了一声罪过 没有半点抱歉的意思 他就地趴在了那把狙击枪的后面 眼睛凑到了瞄准镜的旁边 沙雕伸手在耳旁按了一下 轻了轻嗓子说道 举击手就位 但没有支援 收尾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我得盯着右耳那边 与此同时另一边 远处的街上 安静等待着的校将 估摸着追兵也快到了 于是从外骨阁上取下了一枚定时炸弹 这是收尾用的 毕竟联盟与军团没有正式开战 而他又是黑户进来的 被发现了多少还是有些麻烦 预设了死亡时间 他将炸弹熟练地插在了 后腰的战术挂带上 听着通讯频道传来的声音 他一点也不意外地回了一句 随后便关闭了通讯 哥 知道了 老子又得当一回尸体了 第2559集 看着突兀出现在街上的身影 肃清小组的士兵明显都愣了一下 那人披着一件雨衣 黑夜中看不见他的脸 也看不见那雨衣下藏着的东西 带队的小队长立刻警觉 迅速抬起了枪口瞄准了那人 接着将情况报告给了百夫长 发现身份不明目标 位于任务执行区域之外 这家伙挡在了武装分子的淘宝路线上 伴随着电流沙沙声 百夫长的声音很快从通讯频道的那头传来 报告他的详细情况 小队长深吸了一口气 语速匆匆地汇报着 我这里看不见 他穿着一件雨衣 这家伙给我的感觉 有些不对劲 百夫长冷静下令 也许是武装分子的通过 把他一起扣下来 他们已经抓住了一些俘虏 但还不够 根据那些小喽喽们的交代 跳窗逃掉的那个才是他们的头 也就是所谓的启蒙会的门徒 是 挂断通讯的小队长挥了挥右拳 队伍迅速分成了两只 一只沿着街边继续向前推 而另一只则是举着步枪 瞄准着那个披着雨衣的身影 向他靠近了过去 不知为何 小队长感觉心脏跳得厉害 那种出于本能的心慌感 就好像被什么危险的一种盯上了一样 十米的距离 眼看着分出的五人 就要与那个站着不动的家伙接触 一变也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 雨衣遮盖下的阴影中 突然窜出了火蛇 一道道夜光扑面而来 杀了那个五人小组一个措手不及 不到十米的距离 如此密集的火力根本来不及躲闪 也根本没有可以躲闪腾挪的地方 索性外骨骼的防弹衬片 挡住了那船舍的弹雨 众人虽然被这一梭子扫得狼狈 但并没有被打中要害 果断扣下扳机还击 也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 那披着雨衣的身影忽然动了 两把弯刀就如螳螂的前卒 在雨幕中晃出一闪而逝的白光 嗡的一声 便杀到了那五人小队的侧面 站在左侧的士兵 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并看着那锋利的刀刃 劈开了战术目镜上挂着的雨滴 合金制的刀刃砍尽了头盔 那能够防住子弹的防弹衬片 在三十多级敏捷性玩家的力量面前 也就是一块稍厚的木板 再加上外骨骼的驱动 这一击瞬间打出了成敦的伤害 鲜血从碎裂的头盔中溅了出来 被砍中的那人瞬间失去了意识 松开了握着刀把的手 校将直接抛弃了 嵌在头盔上的那把弯刀 握向了左手的另一柄 从手持双刀变成了双手持刀 看着生死不知的队友 另外四名士兵都傻了眼 甚至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便看着那快如闪电的身影 再一次杀到了面前 拦救他 最先反应过来的士兵 率先调转了枪口 朝着近距离扫射 然而他的话音未落 那如旋风一般的刀光 已经抹向了他的脖梗 诅咒的话语刚吹到他的耳旁 他的视欲便随着斩下的头颅腾空而起 在空中一阵翻滚 第一具尸体才刚刚倒地 而那五人小组已经阵亡两人 眼中燃烧着高昂的战役 校将的杀戮并没有停下 快步躲开了那几乎贴到脸上的枪焰 旋风般的刀光一个转身 逆着那突突突的枪声 砍向了那名士兵的小腿 刀刃嵌在了外骨隔护腿的防弹甲上 与其说是砍了进去 倒不如说是硬生生地砸了进去 那士兵痛呼一声 单膝跪在了地上 呼吸撞起了地上的雨水 校将左手拎着他的后颈用力一提 像盾牌一样架在身前 行云流水地撞向了举枪 瞄准了他的下一个猎物 被友军的后背撞了个满怀 那士兵连人带枪被撞了一个亮枪 失去平衡的向后倒去 左手丢开了那个断了腿的士兵 校将一个剑步向前追上 同时右手摸向了挂在腰间的 还剩半个弹夹的冲锋枪 枪口如匕首挑尖一般 抵在了向后倒去的那名士兵的下额上 随着那猙獰的声音脱口而出 森然的枪口喷出火舌 哒哒哒的爆响贯穿了外骨骼的柔软处 那士兵的脑袋瞬间爆成了浆糊 身子在闪烁的火花中 一阵触电式的抽搐 随后便重重地摔倒在了 浸满了雨水的街道上 看着队友连续阵亡 仅剩下的那个士兵已经被吓傻了眼 见那羽衣的帽颜对了过来 他连面对那人的勇气都提不起来 只惊恐地喊了一声怪物 便转身没命似地逃进了雨幕 显然 并不是所有威兰特人都是不怕死的家伙 尤其是面对这种不合常理的怪物 看着那快到不可思议的残影 和几个呼吸之间便熟悉倒下的弟兄 带队的小队长瞳孔已经缩成了一个点 心中又惊又怒 甚至顾不上呵斥那个临阵脱逃的家伙 好快 虽然他也是觉醒者 但在这种距离对上如此恐怖的力量和速度 他心中却是一点取胜的信心都没有 被砍断小腿的那个士兵并没有死 只是瞪大眼睛盯着那个穿着雨衣的男人 倒在雨水中抽搐地喘息着 孝将用冲锋枪抵着他的脑袋当作人质 防止不远处的五个人开火偷袭 接着扯下了挂在他肩上的步枪 还要打吗 说话的同时 他侧过脸 看向了站在街边的剩下五人 双方距离差不多二十米 这个距离对他来说不远不近 那小队长咽了一口唾沫 插着消音器的枪管微微颤抖 这家伙是个怪物 他压低声音呼叫了狙击手 却没听见任何回应 心中顿时一沉 这些人是有备而来的 他们埋伏在附近的狙击手八成已经遭遇不测了 你是什么人 为了拖延些时间 那个小队长压低了声音说 本来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才站在这里 校将见对面被吓住不敢动了 倒也不急着打架了 决定逗一下这家伙 启蒙惠门徒 小队长的瞳孔微微收缩 启蒙惠 又是这名字 食指摩擦着扳机 他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压低声音继续问道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需要知道 校将也压低了声音 就好像一个真正的反派 双方之间的空气就像冻住了一样 一时间僵持在了那里 时间过去了约莫两分钟那么久 那小队长不断地吞咽着唾沫 心中暗暗着急 却没有任何办法 令他忌惮得倒不完全是站在眼前的这个男人 还有被这个家伙踩在脚下的队友 以及藏在暗处的另一把枪 狙击手失联 他几乎可以肯定那把枪已经架住了这条街 他的上级已经分出了一支食人队前往狙击点搜索 而在等到结果之前 他也不敢拿自己和弟兄的性命去冒险 就在这时 通讯频道中传来百夫长的声音 增援快到了 你那边再坚持一会儿 小队长紧张地说 明白 那个逃跑的目标呢 短暂的电流沙沙音过后 百夫长继续说道 暂时先不管他 先把你们眼前的目标控制住 至于那个逃跑的家伙 他的身份已经确定 他跑不了 听到这句话 小队长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原本紧张的心情逐渐镇定了下来 既然不用急着去管那个逃跑的家伙 他倒也没有必要和眼前这人拼命 只要把人看住 等待增援赶到就好 站在雨中的一行人就这样对峙着 任由那越来越急促的雨点 打在雨衣和外骨骼的护甲上 就在这时 沿着街道吹来的风中隐隐传来了车声 而同一时间 站在雨墓中的孝将 通讯频道中也传来了声音 有两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孝将文言翻了个白眼 老子正装逼呢 能不能别放屁 有话赶紧说 没在卖关子 沙雕继续说道 包围广播站的部队向平民开火了 沙漠兵团一死一伤 不过好在没有留下痕迹 我们的人成功撤了出来 另外 永夜港的居民好像伤亡不响 我看到爆炸就去线下瞄了一眼 听死的那个人说的 孝将惊讶地 择了一下舌头 这南方军团还是够狠呢 逼其了 真朝着自家平民开火 这是两个坏消息 沙雕在通讯频道中继续说道 算一个 另外一个是关于你的 有两辆装甲车正朝你的方向过去 大概两三分钟的车程 我从无人机上看到的 顿了顿 他又说 当然 我这边差不多也快完事了 你随意 收到 简单地回复了一句之后 孝将食指在头盔上轻点 挂断了通讯 看着远处严阵以待的五人 他想了一会儿 心里有了主意 开口唤了一声 喂 站在对面的小队长瞬间紧张 扣在扳机上的食指 就像绷紧的弦一样 干什么 孝将咧嘴笑道 我饶了你一命 你的名字是 那小队长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恼怒 然而想到增援就要到了 没必要在这时候 激怒这个怪物 于是最终还是压下了心头的怒火 压低声音说 托比 托比 记住了 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孝将点了点头 用意味深长的语气说道 再见 后会有期了 说完 他将踩在脚底下的那个瘸腿的家伙 踢到了一旁 托比愣了一下 还没回过神来这句后会有期是什么意思 而就在这时 一道刺目的火焰忽然从那羽翼的下面窜起 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怪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轰然炸成了一团火球 炽热的火焰引燃了外骨骼的电池 就在第一声爆炸响起之后的半秒 第二声爆炸紧接着响起 浓稠的烟雾瞬间扩散开来 燃烧的星火像烟花一样飞溅 将黑暗的街道照得透亮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惊变 托比整个人都看傻了眼 自杀了 透过烟雾传来的惨叫声惊醒了他 他迅速撇开架起的枪口 几个剑步冲上前去 将还在火场中的队友从浓烟拽了出来 那家伙的小腿还镶着一把弯刀 胸口的防弹衬片被点着了 怎么拍都拍不灭 托比咬着牙将他胸前的防弹衬片拆了下来 扔进了不远处浓烟沸腾的火海里 也就在这时 两辆增援的装甲车终于从街道的另一侧赶了过来 载具停稳在了路旁 一名端着步枪的威兰特人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 大步流星地走到了托比的面前 我们是第40万人队的侦察队 听说这里需要增援 特地从港口区赶了过来 瞧了托比和他旁边的伤员一眼 那士兵怂了怂肩膀 看样子你们的战斗似乎结束了 伸手动了动 欠在队友小腿上的那把弯刀 托比见他似乎已经砍进了骨头里 最终还是放弃了把他拔下来 决定将这活交给专业的外科医生 真是惨烈呀 没在战场上挂踩 倒在自己家门口被断了腿 这下恐怕得提前退伍了 托比从地上站了起来 结束了 你们来晚了一步 那个侦察队的士兵咧了咧嘴 你们不也一样吗 我听说死了个挺重要的人物 托比沉默地点了一下头 嗯 千夫长 关键还不是千夫长的军衔 而是这家伙是战区总务部部长的秘书 此时此刻 托比并不知道自己的友军已经对平民开了火 如果知道的话 他恐怕也不会对死了一个千夫长这种小事大惊小怪了 对面侦察队的士兵轻轻折了一下舌头 看向了一旁的火场 弄死一个千夫长 这群帮派分子看来是活腻了 滚滚生起的浓烟很快被雨水冲淡 然而那燃烧着的火焰却怎么都焦不灭 在越来越瓢泼的雨水中顽强地燃烧着 等到那刺鼻的烟雾散去 街上只剩下一具形似焦炭的躯干 托比咽下一口唾沫 食指按在了头盔上 向上级报告道 我们阵亡三人重伤一干 对方自称是启蒙会的门徒 疑似是二阶段以上的觉醒者 不 也没准是三阶段或者四阶段 那不像是仅靠外骨壳就能达到的速度 通讯频道中安静了一会儿 他的百夫长沉声问道 人呢 抓住了吗 托比低声说 他 自我了断了 而且尸体烧的 只剩下一句交谈 通讯频道再次沉默了许久 那百夫长严谨一概地说 知道了 说对吧 托比连忙追问 那个逃跑的目标呢 百夫长继续说道 城防军已经封锁了永夜港 包括重点封锁的黑水巷 那只老鼠逃不掉 今晚的乱子有点大了 一会儿可能还有别的任务 托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守当